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日谈公园 我是小伙子 我是李叔 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我这回要郑重的介绍一下 咱们这头一位是来自北京市社科院满学所的杨元博士 大家好 给大家拜年 我是杨元 这个二位是咱们西城区文物保护所的刘介群刘索 大家好 大家过年好 我是刘索 你看 非常的懂 因为现在还是年内呢 对 不出意外的话 咱们这节目播出的时间是1月30号 这是大年初九 这就没过十五都是年 行 那我给大家拜个年 就差你了 我加我了 拜年 给各位拜年 给各位拜年 希望就不知道今年大家这个年过得怎么样 是吧 然后今天这二位嘉宾 正是我们日常公园这些年 最当红的嘉宾 炸子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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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年前 我们发了一个推诉 还是就像往年一样 统计我们最受欢迎的节目 不出意外的话 如果没有按键操作和刷票 是吧 这二位又得拔绑了 又得拔绑了 就是说明我们的听众 真是就喜欢你们 喜欢听你们说的这些事 是吧 然后这两位在我心中都是两位古人 两位古人 我可以跨到近代 两位鼓手 好吧 两位鼓手 一个特唱的节目 特唱的节目 是吧 聊到近现代史 对 聊到近现代史 也就二十年前吧 是 然后把就是个人就最不堪的一面 在节目里边 挺堪的呀 挺堪的 你看这不说话 你看这个 不是 刘粉那些真正不堪的 节目里他没敢说 原来 录完节目 谁敢说呀 我 就是为什么 就是我后来有一个总结 多读书 你读到博士的时候 那基本上 这个就不要了 什么都我还说了 咱怎么能不要这个呢 这都是相声 咱得要 要这个呀 不我呀 结束了 好好说 这二位来 一位是在我们节目里 最多讲的是这种 清宫的事 刚才不是讲了很多 清朝的故事 然后刘粉讲了很多 这个金朝 包括我们也讲 了代的故事 然后呢 我觉得你们俩一块来 咱们还是要讲讲谷 讲讲过去的事 你看咱们要不就取个钟 是不是 你们俩 一个是清朝 一个是金代 终战 咱聊聊明朝 好吧 明朝 明朝那些事 我知道他所有人都是明粉 是吧 喜欢明朝 明朝好玩 真敢说 不应 还真是用 市镇于南 这都能播 他们听不懂 市镇于南 就建议部队 全用火枪 别要弓 我的妈 我的汗都下了 那玩是方子 咱好好说 今天我们 其实在录制前 我们也商量 说今天我们要聊到什么事 是吧 最后我们决定聊一个 其实我跟李叔 都特别不熟悉的 一段时间的事情 就是说 从现在往前到100年 现在是2023年 是吧 咱们聊了1923年 那个时候 大家的生活的状态 是一个什么样子 其实我是真不清楚 我是真不太了解 说明你没看过 话剧茶馆第二幕 真没瞅过 是吧 没看过 没看过 是吧 所以要不然咱们今天 就讲讲 那个时代 咱也是就聚焦北京 那肯定 聚焦北京 别点我不熟 正经老北京 正经老北京了 正经老北京 那个时候的人 一天的生活 它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的风貌 我们来讲讲谷 聊一聊 好不好 你说 听好 开始聊吧 我聊 我呀 什么玩意儿 不是 小布老师 今天有点过度兴奋 不是 见着新人了 不是高兴 不是 你都别说这个 我刚才我一琢磨 作为一个平均 每星期录过 两三期节目的人 我上一次线下录音 都已经是一个多月之前了 是啊 对 我一个多月 没有跟人面对面 录个节目了 都就不习惯了 一直线上录音 而且今天 我们四个真是要跟大家说 就是在我们北京的录音室 对 我们四个人是 面对面的线下录音 在这个录音室里 同时有这么多人 坐着 真是已经仿如隔世了 对 我跟李初 我都觉得特别陌生了 我上次在录音室 还是九月份的事呢 那不就是我们俩吗 对 对 就是你们俩 我感觉 续上了是吧 续上了 位置都没变 位置没变 对 是啊 就多了一摊 就多了一摊 什么东西 我早 我早 吃饭还是不带你 没有啊 这得辟谣啊 这得辟调 吃饭到底带没带你 你说说吧 都吃什么了 你说说吧 急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 你看看 你看看 对 就是千万别得罪了学历史的 真的 这搞学历 档案是记录啊 吓死我了 档案是记忆啊 对吧 2020年的 八月 八月 大概二十来号 二十一号吧 然后那天 在你们家那录音 嗯 录完音之后 咱们去吃的日式海鲜 哦 有这么回事 有这么回事吧 有这么回事 吃了有黄油举法罗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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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还点了一个南部美人清酒 你教我怎么一口一口闷着喝 对不对 对 有没有 有有有有 我错了 我错了 在2021年的 九月 可以了 来来来 我要听 完事呢 你给我弄的 涮羊肉 你看 我请他吃 吃什么 他请我就一涮羊肉 还是冻的 然后那锅 还就是电磁炉 北京人嘛 是 你北京人 你不是也吃了 南部美人 南部美人了吗 北京人谁不喜欢 南部美人 然后咱俩看的 什么片 脱口球大赛 吓死我了 对吧 那合适 那可以看 你给我介绍 说同步男 这哥们特别有意思 对不对 你看 档案实际 有没有 有 对不对 对 你看看 这都不是节目内容 没有必要 那天我早上睡得 着着的 你睡觉也有我的事 我那个 我就接到群众举报 打加拿大 我一同学 给我来了一个微信 问我 你为什么不跟小伙子 一块吃饭去 你为什么不肯 跟他吃饭去 我说 睡眼惺忪 我这哪有的事 哪的事 他说你好好想想 我先睡觉了 加拿大嘛 这正好跟咱们对着 哎呦 小子 哎呦 那澄清一下 澄清一下 那个的确啊 我之前在节目里说 跟杨二伯说 陆完音不知办 这事不对 贵 哎 是我那个 没记住 哎 你看看 对 这是我的问题 是吧 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好 我觉得非常不好 啊 以后呢 我觉得就是要多跟你吃饭 多吃饭 多吃饭 然后多吃贵的 对 少吃蒜羊肉 好不好 但是我们今天 玩这可能 蒜羊肉也要吃贵的 也吃贵 对 而且今天陆完音 我们就要去吃饭 没错 下分你要再说没吃 把你把节目播给你听 得嘞 得嘞 没关系 其实我觉得没事 没事 没事 你别说呀 还敢说没事 还有记录呢 还有 影响很大 就我们的群里头 直接就圈我 说为什么你们仨去吃饭了 还说 我跟李叔 杨老师 二哥 我们去吃饭 那天真没叫我 那天没有我 那天没你 那天没你 对啊 对吧 你要说一会儿 白天吃饭 你不叫你 你先走 卧槽 那不行吧 我来之前已经准备好了 那叫不叫你 那不叫不叫我了 那把我轰走 不是 正讲了解吗 人家是来 聊白身 这回头都能给你捡了 这都没有价值的那种 还没价值 非常有价值 有史料价值 没算 口述历史嘛 这种史这种价值 有什么 要史一样的料 好好说 好好说 把你拉回来 老爷认为我们节目都是瞎聊 不是 我们都是正经聊的 聊什么 一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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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怎么过日子 那咱们聊那个是当前 咱们现在这个季节的事吗 还是说春夏秋冬都可以聊 都可以吧 都可以聊 花搭着聊吧 就是好玩聊什么 就是 是一年的嘛 行 那咱们要是聊 我觉得就不如从杨儿博士 睡眼惺忪 咱开始聊起 咱就从起床开始聊 对 刚刚跟刘所长 我们俩对了一下 就是头一件事 就先把这个炉子捅开了 炉子 甭管春夏秋冬 先把炉子捅开了 什么意思 煤炉子 煤球炉子 一定不是蜂窝煤炉子 那是机智煤 我里都是煤墨子拍摇煤球 拍煤饼子 卖黄土 摇煤球 摇煤球尾的 对 就是这口的 是吧 口音 那是冬天的事了 春夏秋冬都得捅炉子 为什么呀 生火 做热水 不是水壶 不是水壶 夏天也得生炉子 没有燃气 我还以为取暖 对 夏天也生炉子 炉堂里头 他不是多面加热 他烧的快吗 就是这人着急 睁开眼就得喝茶 喝热水 要拿水壶做 它是在火上面 一个面受热 它热的慢 水窗是一桶 直接储到炉子里头去 相当于是360度 没有上面这个盖 就是围着它加热 水做的一次的量少 但是热的快 先拿这热水 把这茶叶先给漆上 然后再做水 该干嘛干嘛 就是早起来 第一件事 就是喝茶 就是喝茶 那那时候是喝 咱们的茉莉花茶吗 香片 茉莉香片 就叫茉莉香片 就是花茶 香片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香 就是茉莉 就是茉莉花茶 那过去有一个名 叫香片 并不是里边 放一个东西 叫香片 那就入药了 那就 那是凉的 过去茶艺铺 都有一个手艺 就是包茶艺包 是 这个喝茶怎么喝呢 是你看这个水窗 漆起起来 弄一大碗 或者大壶 里头呢 漆的特别特别浓的 这叫茶卤 它这过去 卖茶叶茶叶店 卖茶叶 就卖一包 就是这一泡 就跟现在咱们 买这什么什么一泡 那不是跟 卖咖啡 那种什么乌龙茶 有的就是真空包的 那一包 正好是喝一回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一泡 就是过去茶叶店 这伙计学徒 就先学这包这茶叶包 一般的 没有按金买的 都是来一包 两包 那这一包 等于就是一壶 这一壶是茶卤 是浓缩的 然后呢 您在这 漆好了这个 往这个茶碗里头 倒个卤 就倒这叫茶卤 这浓缩的 然后您再兑开水 这叫兑一碗 这不是跟喝那个什么 美式 素容咖啡 小时候喝那个 那个果真 果真 对吧 就浓缩的 橘子汁 对对对 这样 那这一壶能喝几碗 一天 这一壶是一天的 那喝多少泡啊 这得 泡 泡 泡 哎呦 哎呦 这帮我放东西 色是一样的 分不是一样的 色也分 我也说 一泡一泡又一泡 越喝色越浅 不是都这么说吗 人家钱不浅 你看你说 这样喝一整天 对 他这七壶 就是喝一天的 后来就改成大茶缸子 对对吧 都是没有茶壶了 改大茶缸子 后来解放后 不是就是 单位发这种大茶缸子 唐瓷的那种 是吧 不是 现在小伙子用的 不还是这种吗 单位发的 单位发的 什么生产先进个人 嗯 还得说一个 就是为什么北京人喝花茶 为什么呢 不是说咱北京人 这舌头就傻 说这个龙井啊 大红袍 它不好喝吗 肯定好喝 因为北京水不行 哦 别的茶 它压不住这个水的这个味儿 水有味儿 对 你这水不好 你就咱拿自来水去 你花茶影响不大 对 你拿自来水 你泡龙井啊 你泡大红袍 嗯 就那个水的那个 咱现在说是绿味儿 咱那时候都是苦水嘛 北京的甜水少 就花茶能压北京这水 哦 那那时候的苦水是井水 呃 一般呐 就井水 一般也不喝 嗯 一般都是干活用的 嗯 因为什么呢 这就是太苦 哦 色 嗯 然后呢 是水车 对 送水 每条红袍大概有个水站 哦 然后呢 你到那买水去 哎呦 那那水车送水 是咱玉玄山 不是不是不是 那那进不去 哦 那进不去啊 反正就是城外的水 哦 城外的水 相对甜一点 北城也相对好一点 嗯 然后呢 这个送水的 都是山东 山东人干这一行 哎 而且呢 山东人这个送水的 有讲究 嗯 叫水三 对 哦 都是三 三哥 哦 三哥 排行在几 他也得是三哥 为什么 就是官称是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 北京这个山东人啊 忌讳 他们好看水户嘛 嗯 看水户 然后这个大哥 嗯 那你说我是吴大郎啊 哦 见吧 听啊 对吧 那你这个二哥呢 嗯 那我哥哥是吴大郎 哦 他忌讳这个 所以 我哥是吴大郎 都不行 他嫂子就是那谁啊 哦 哦 跟坊哥说不清楚了 哦 小莲莲 还行 还小莲莲 这个不行 叫他这肉头 确实挺肉头的 里面那么高兴呢 他哪一版 看着都喜庆了 对不对 哎 我可喜欢了 是吧 一只窗户 叼掉了 哎呦 这恨不得 就是 不是不能说 预防高空坠物 王思怡是吗 王思怡 王思怡那个版本 特别好 羊 各版本的都很好 非常好 非常好 然后所以就 官称叫水三 水三给各户 送水买水 三哥 三哥 跟前面俩不认识 没关系 对对 还有一个民间的说法 就是因为 他不是推出这水车吗 拔一下三 嗯 就是各种说法都有 谐音 对谐音 蛮扣钱 拔三也成啊 咱们那天不是聊了吗 我们这做历史文化的 就是先说明 各种说法 对对 然后最后 笔者认为 哎 我们特别卑鄙的人呢 这个笔者啊 我这个笔者啊 我主要认为 前一种是比较可靠的 他那个笔者 觉得是拔三 那时候可靠 那你这个笔者 觉得哪个比较可靠的 啊 说的都好 说的都好 都好 跑这火稀泥 那是呢 这都属于权威 对吧 都说这个都有道理 对吧 这个专家 这个腕到一定份上了 就不轻易表态了 而且他这马字多呀 马字多 那这个说法 他有道理 这个说法也有道理 你看我贵总了一下 我觉得都还好 都是有可能的 好家伙 好好好 来喝上茶了 然后呢 先把这茶喝透 就该吃早点了 早点咱那聊聊了 就那个时候 这北京人 吃什么早点 跟比如现在咱们 什么喝豆汁啊 什么这 那都一样吗 这原来咱俩聊过 北京的早点啊 不是特别受重视 因为什么呢 就北京是奇人居多 那内城全是奇人嘛 是 他们是两餐制 咱们讲过宫廷 对咱讲过这个 宫廷里头也是两餐制 对 虽然他有吃早点的这习惯 但是呢 正餐才叫善 其他叫点心 点心 这点心怎么来的 早点怎么来的 这北京怎么叫 对吧 早点 外地叫早餐 早餐 早饭 过早 对吧 这就早上吃点 这点心呢 比较简单 你是吃个 你看皇上吃什么呀 反正我看慈禧 就早上喝奶 一天四顿奶 那你就说明 他一天吃四顿饭嘛 最著名的就是 这个烧饼加果子 烧饼加果子 烧饼加果子 果子是 面炸的 类似于油条的油炸鬼 胶圈那种东西 对 这叫一套 对 碳水加碳水呗 就是油炸的碳水 跟这个烤的碳水嘛 对吧 对 因为他广吃油炸的呢 一样的价钱 他吃不饱 他得拿这个 外部这烧饼呢 负责这个冲鸡 里头这负责解馋 所以才夹着吃 他得算计这日子 那跟现在咱们那个 到天津 吃那什么卷圈 大饼卷 也是一套 是吧 这也叫一套 外边是一张饼 里头是一个炸的 那么一个 特油味的 就先在北京 清真早点铺 去还有大伙加油饼 对吧 一般这不会吃的呢 就要一大伙加油饼 要会吃的时候 就跟那师傅说 您给我炸一火大的 就把这油饼 在这个油锅里 多炸一会儿 就要是类似 到薄脆那状态了 对 这热的大伙 加这热油饼 搁点咸菜丝 这吃完了 马上就要拉洋车 这也太好了 拉洋车的 一般吃不了这个 你看就是 比如说咱北京的早点 像什么是有钱 比如炒肝 面茶 这种不能续汤的 这都是有钱 您生活好 醒而茶 炒肝 这还是有钱人 吃的东西 最起码您这一碗 说我花 比如说今儿15块钱 一碗炒肝 您吃完了 您就完了 吃完没了 对 您不能去跟那老板说 您给我续点淀粉 是吧 不行 淀粉里还有酱油和蒜呢 对 单交钱 但您比如这个 反正欠粥给喝了 淀粉里还有酱油和蒜 你说这个炸 咱比如说炸豆腐 炸豆腐 这炸豆腐相对来说 这个卖苦力的呀 或者经济相对拮据一点的人 他吃的有多 我从家里头带俩窝头 对吧 对 这炸豆腐它能续汤 就这点汤 我就能把这窝头 把这窝头顺进去 哎呦 你这么说 有时候看那些文艺作品里头 是能瞅间这种桥段 就有一个干苦力的 买一碗汤 然后从怀里的 淘不住 对 带干粮 从搭脸里 他淘是一碗搭脸火烧 搭脸火烧吃不下 搭脸就要不了 把肋骨掰下来了 他俩搭脸火烧 他俩窝头 然后就就是这个锡的 窝头或者贴饼子 贴饼子 因为这过去 说实在的 穷人冬天 就是包括平常用火 他也用不起 烧煤烧不起 你要弄那窝头 你得现做的 对 你饼子放的时间长 对 大匹是烧这个热锅 然后就网上一贴 硬饼子能放好几天的 也金戈 也不碍坏 也好带 好带 早上就吃这么干的 没点踢溜的 就来碗炸豆腐 炸豆腐汤 蓄汤 豆面丸子 对 这都是盯时候的 豆腐脑 豆腐脑就很高级了 好就好的 一百年前就有豆腐脑了 有啊 有有有 可以啊 这个豆腐脑应该不止一百年 可怜娘子墨豆腐 你说那多少年 那不是这个豆腐吧 不是那个 这就不能再瞄了 好啊 这个其实过去这一套 不是白小摊的 它是中央厨房 专门有这发货屋子 做这个烧饼和炸果子 过去炸果子挺多的 就家的这个东西是很丰富的 你外头要么是烧饼 要么就是那个火烧 就是牛舌饼啊 这个死面的 大火烧 发面火烧 大火烧 要么就是那个烧饼 这个里头 就是有胶圈 有半角果子 什么东西 半角果子 就类似于油条这东西 有这个油饼 有这个薄脆 有这个糖油饼 还有这叫糖泡 这是什么东西 糖泡也是糖油饼 但是它这个炸的技巧不一样 炸的呢 它这个糖啊 炸出那种泡 你一看着就酥 你这也可以单吃 也可以夹在里头吃 你想那糖炸酥了之后 那多甜多酥多脆的 是吧 大概是夹的就这些 还有一种东西 过去有 现在没有了 原来咱们节目里好像说过 我说过这 叫炸布袋 炸布袋 就跟鸡蛋灌饼似的 油饼 炸油饼 中间开口 里头灌一鸡蛋 再炸 现在这个在中原地区有 天津河北都有 有的这好像叫炸老虎 对 叫法不一样 对对对 河南包括到西安也有 也有 现在还都能吃得着 而且这油饼吧 其实就咱说最普通的 这白油饼 就我小的时候还见过的 这个早点摊 因为那时候好多早点摊 有这早上起来喝酒的 对吧 老酒腻子 这是 对 那咱就不说多丁子 那么传奇的 喝早酒 就说这吃油饼 我见过的这白油饼 大概就三种状况 一个就是咱最常规的 这种油饼 就软软乎乎 那比如老头啊 就撕着就吃了 还有一种像我这种 说能吃 绑大腰圆的 来一大火 我叫一火大的 炸的跟薄翠似的 还有一种 现在基本上见不到了 我小时候还有 就是中间特别薄 两边厚 他先撕着这个边上吃 然后再拿中间那个薄翠似的 那个不管是夹着吃 蘸蒜汁吃 下酒就当排畅那么吃 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您再跟人说 我叫您给我炸 中间特别薄 四边特别薄 跟披萨似的 对 那属于找事 小时候是有 就是你说 你早点摊 就能买着 现在中间就是一个洞 对 当旁边是那个油饼 感觉能套在脖子上 转圈吃那个 而且说实在 我感觉好像 过去人的胃大 对 食量大 肚子里素 对 我听我故宫的一哥们 跟我说过 说他认识那故宫的老职工 当年哪个戏 在故宫里拍的时候 很早了 大概八九十年代 末代皇帝吧 然后这老职工 就以能吃著称 拍摄啊 他是工作人员 他就等于故宫的工作人员 免费吃 老哥呢 要了二十个油饼 后来就年轻人 二十个油饼 对 二十个油饼 后来就有小年轻人 这老东西 就不是占工的便宜吗 然后就听见了 小弟 你看着啊 你看我能不能吃得了 这我还不够呢 没一会儿 人就吃完了 人家以为是 他要了那油饼 往家带呢 对啊 人一没一会儿 吃完了 又在那排上队了 我的天 对啊 有道理啊 你能吃饱 我也能吃饱 对对 凭什么不让我吃饱 因为人家那个 工作人员说了 管饱嘛 对啊 对吧 对 牛逼你也吃二十个 那可不是吗 那可太厉害 二十个油饼啊 这是 二十个油饼不够啊 不够啊 说半天咱们这个早点 听着我都挺腻的 转上炸的 有什么油饼 油条 转上炸的这种东西 什么烧饼火烧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别的 咱有没有点 别的吃 让人南方的朋友听着 都笑 杏仁茶 杏仁茶 杏仁茶跟宫里那杏仁茶 现磨的杏仁不一样 不一样了 拿那种反正比较粗的 然后跟那大麦米粥 搁在一起 是这个东西 咱有没有点什么 什么馄饨包子 馄饨是夜里的 早餐不吃馄饨 对 早上没馄饨 那包子呢 有没有吃 包子早上 包子有几个吃得起的 吃不起 包子那么金贵呢 带肉啊 又是白面 又是肉 这其实能做 你说你这胖着 那吃二十个油饼 那怎么弄 而且咱们得说 刚才咱们说 说这穷古人 拿个饼子 吃个炸豆腐 那都是出去 吃得起早点的 那是今天干活有收入 才敢这么吃 那您想说 今儿这兜里没有 您也就忍着了 咱还有烧饼啊 那总体而言 那时候大家这个 普遍来说 老百姓生活 这个条件还是比较艰苦 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他不习惯吃早点 所以他这一顿 他经常的相对减略 这个我采访过一个 老先生勤行的 就是饭馆行业的 餐饮行业 他就说 他小时候那时候 伺候掌柜的 掌柜的 那饭馆老板 你想现在 那能缺得了吃吗 那掌柜的早上 就是茉莉花茶 要么来个杏仁茶 再来一套烧饼果子 齐了 就这个 掌柜的还这样呢 说到这喝茶 我想他跟我说过 过去那个 琴行喝茶 包括澡堂的喝茶 那个叫一个不卫生 就喝茶 你看这七一壶的 那是中产以上的家庭 他们那个时候 喝茶叫喝波子 哪个波 就是那个提手 一个有上的一点 那个 波轻波子 波 有一发 一发 提手一发 这也太坏了 波轻波子 哪个波呀 波轻波 然后呢 喝波子 就是这客人 要了一碗茶 然后喝剩下了 这叫喝波子 剩这不是伙计喝 卖那个穷苦的 比如说这个 上午扛货去了 天条 在那个山剑口 到前门火车上扛煤的 卸货的这个 体力劳动者 干完活了 下午去泡澡堂子 说这还得熟客 熟客 我跟你关系 您常来 咱们常来常往 我这有一个人 剩下的便宜卖 这叫波子 还得花钱买 花钱买 或者说就白送 特别低的价钱 就跟抽烟屁一样 差不多 有点那意思 茶馆的 你这么一说 我就不觉得不卫生了 小时候都逮过烟屁抽 小时候都抽烟屁 波子不卫生 抽烟屁卫生 就是不觉得不卫生了 就差不多 那波子 只要在杯子里 烟屁在地上 那倒是 但是确实抽过 你抽过没有 你说吧 个人经历过 就觉得还好 严敏其实挺干净 是吗 怎么呀 你看那干净 说了的更仔细 有人抽烟习惯 不好咬牙印就不行 那是看着挺饿的 不能屁股 还是没有口红的 你就先专解那 有口红的招 波子没有口红的 行了 你喝那茶碗 你除了戴口红 你看不出痕迹来 是是是 的确 这叫喝波子 这个其实 喝茶 过去那一包茶也很贵的 为什么它 那么一泡一泡的卖 过去叫一包一包的呢 它就是 茶也是比较金贵 刚才说 除了花茶 你像什么大红袍啊 南方的好多茶 过不来 它贵 它这个 移到特别1923年 咱们说100年前 那正是军阀混战的时期 你这个 但凡有战争 茶就运不过来 成本翻着番的往上涨 那时候北京打不打仗 打呀 你看这1923年 正好是谁呢 谁呀 正是曹昆主政 北洋政府时期 24年 曹昆就被扣了 23年好像是 他会选总统那年 对吧 直系军阀 直系 都北京的时候 那就北京城内 也有战事吗 北京城内没战事 也就是茶馆当下 抓点这个逃兵 是吧 然后就把流麻子给处斩了 就这意思 咱们吃完早饭 干点正经事吧 对吧 有点正经事没有 我这个 刚才咱们聊的时候 我跟刘总 就聊这个 特别是春天的时候 是吧 开始觉得春天的时候 这刚过完年 第一件事 大概干嘛呢 就是冬虫啊 快到日子了 早上起来 藏虫去 人家以为什么冬春来 赶紧种点地什么的 种点冬虫下草 玩虫啊 这虫百日虫嘛 快到日子了 那是锅锅啊 是什么 锅锅 蛆蛆蛆 蛆蛆蛆 金钟 基本都到了 包括户底应该走的更早点 反正差不多 不是 这到了什么意思 是它孵出来了是吗 这到日子该挂了 说的非常的温柔 到了 那等于是 它是冬锅锅 对啊 冬天揣虫嘛 揣一冬 你大概十月就开始揣 然后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你这不是 从怀里掏出来 一看 您这不是也养锅锅吗 我没往怀里揣啊 揣不揣的都那意思 它也是百日虫 你呀应该往后里揣 要不然你放过 特别吵 说这个养锅锅 说这个养锅锅 养锅锅还好 锅锅经常很容易 就让它不叫唤 然后或者说它本来是夜里叫的东西 它夜里叫的 夜虫 那为啥我们公司的锅锅 白天就天天叫 你得倒它 对 这锅锅 金钟什么的都得倒它 对 什么意思 什么叫倒 就你让它适应了你的这个 你朋友来的白天是吧 会朋友的时候让它叫 你得调整它这时间 怎么调整呢 就是让它昼夜颠倒嘛 对 导时差 how to 送美国 我刚刚要说吃安眠药的 这更贵 没有一个正经的玩法 会不会 锅锅真的还好 倒比较好倒 然后油呼噜又不好倒 那声又大 油呼噜 就这声 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头两天我看一个推送 我就挺意外的 说是什么北京什么类似于什么古安城 还是什么潘家园那边 搞活动 说搞这个 鸣虫大赛 鸣虫那里边还有什么 什么油呼噜大赛 对对对 然后它写成汉字啊 油呼噜 什么油呼噜大赛 但我把我逗坏了 我说 我说这个东西也有人玩 也有人比赛吗 我不懂 因为我原来比如说 大家都是玩 比如说玩锅锅 就听声是吧 玩曲曲就逗吗 那是秋虫 秋虫是逗虫 那油呼噜这肥头大耳的 它有什么可玩的 叫吧 听叫 它那个声我觉得最优扬的 是吗 十三优啊 这里优优优优优优 优十三下 就为什么一说谁踩着谁了 这是一疼 怎么称油呼噜了 对不对 就疼一下 这太有意思了 这个 而且这个油呼噜还分啊 它有比如咱常见的黑的 黑的 对吧 完了比如这脑袋还有紫的 这发紫光的 有黄的 这油呼噜水深 油呼噜而且不好痒 不好痒 还不好吹 锅锅好痒 它那个葫芦就不一样 对 这锅锅葫芦 它是这个 不打底 不打底的 就是干燥的 你看鸡心底 鸡心底的葫芦 养成是这样的 嗨 大家都看见了 就是那个 那发气精 让人给你比了个心 对 这样的 尖底 因为什么呀 它就在里头爬着就行 爬着就行 不需要其他的设施 还有设施 油呼噜 蛆吞这种 那血菊虫 对 血菊虫 它得底下砸三合土 它是住土里的 对 等于那湖里的底下 有东西的土 时不长的 你还得点点水 润这土 不能让它干了 我现在就是拿茶根 比如把这虫 该清理完了 那虫烘出来 我是喜欢把虫烘出来 然后拿这剩 比如今儿 咱那茶喝得差不多了 茶根倒那葫芦里头 涮上 它把这水一倒 阴一下它那土 对 你现在养着呢 这家里是搁罐的一样 我不喜欢搁葫芦 是油葫芦吗 油葫芦 然后还有锅果 你那油葫芦 那油油油吗 我就听碗听 油啊 你踩 你不倒 我不倒 你不倒 就夜里太吵了 我就单号这个 晚上听油葫芦 夏天的感觉 是 它这个冬天养虫啊 你说浪漫不浪漫 你先说 我觉得 怎么浪漫 我觉得 一个挖名是吧 这是文人默克号写的 是吧 就是蛤蟆炒坑啊 对吧 一个这冬虫 是 您是 是是 夏天的感觉 太吵了 这是荒野生存的感觉 就是我一个一天睡四个小时的人不嫌吵 你能睡到下午一点 你就有呼噜找 你知道你为什么一天睡四个小时吗 你知道为什么我夜里的 我下午一点钟起吗 就是夜里的那个油葫芦太吵 就你们家油葫芦给人炒 睡不着觉 这八把罐的 对 聊乱了 我觉得咱都不用一聊 一百年前的人怎么过 就聊他就行 很有夏天的感觉 夏天 其实这倒叫 锅锅好倒 你给他放一凉的地 他就不叫了 然后你白天穿上他 他就叫了 他就时差就倒过来了 明白了 晚上你给他蹲窗根底下 对 但是现在家里暖气太好 我就搁阳台了 我们家把阳台那窗户拆了 就是一体了 就没戏了 油葫芦跟蜘蛛区别是啥 油葫芦是三个影的吗 不不 三个影和两个影是分性别 不分品种 油葫芦个大 就是圆头圆脑的那个 个大的 然后咱们小时候去逮区区 逮着油葫芦都觉得 这不是区区 这不是区区 对 油葫芦也没有区区卖的贵 而且北京其实还好像掐区区的 咱知道的 天津 山东 上海 这都是掐区区有大甩的 就是因为人家就是 斗区区 我有一个同学 成天在上海打友谊赛 对吧 他们 打的 不大 不大 就是谁输了 谁请吃饭 一二四分点拍拉包装的那种 对 一二四分 场外不大 我也以为场内不大 场外不大 点到为止 对 但是你像油葫芦 就是咱就比如说玩的讲究点 就是追着粪房玩 什么房 粪房 粪房 就是这个东虫的人工繁育 北京话叫粪 粪 说这个比如说粪油葫芦 我说我见过的 粪油葫芦的 粪蛆的 粪锅锅的 粪护底的 就是蝴蝶 咱们说在北京口音太重 粪蝴蝶的 太重 就是你说我追着粪房走 他们家就专门培育 相当于什么 你这个吃饭追着厨子吃 对 是这个意思 人培育的最好 等于它那个东西就不是野外虫了 对 都是人工的 过冬的虫都是人工粪的 都是人工的 对啊 它就相当于弄了一大捧 真的怪不得 有时候咱出去看老头 骑二八车 后边挂一锅子龙的 挂一串 那是夏天 那叫夏虫 那是夏虫 过去说北京人说 说夏天那锅锅 它招呼露水 你能喂大葱 咱小时候 对 他就喂大葱 我就喂大葱 你看冬天的这个冬虫的锅锅 你就不能喂这个 对 是吧 胡萝卜呀 黄豆 黄豆啊 苹果呀 面包虫啊 你还喂软食呢 对 荤素搭配啊 我这隔一天 一条面包虫 货家 家里得放多少虫啊 这上面有一个小罐 粪房是哪个粪啊 备粪的粪 备粪的粪 就是它是秋天收那个卵 然后也是暖房的那种 粪房又潮又热 在粪房 人呆不住 那个受罪 受罪 我小时候去就是很顽固的时候吧 追过粪房 人家在冬天家里还笼着那个就是乌冬立下都是火炕的那种 老实保证那个温度 哦 即使这样好的这个油呼噜 对吧 现在的话说吧 百八十块一条已经是顶天的贵了 对对 那一锅滚那大几万 不是一个蛆蛆 一个蛆蛆 掐的蛆蛆大几万 大几万 掐的蛆蛆有粪的吗 都是逮的吧 掐的蛆蛆里是逮的 这不是冬虫吗 冬虫软 对 因为它反季节 体质就不够好 嗯 你要赶上那个脱鞘没脱够的 对 养两天自己还 吃着比较夯的 咱说的是一百年前 不是 不是 就是蛆蛆一百年前 可能也着呀 天哪 这是一百年前 传到现在还一直在有 对 还是这样 基本上方法没变 咱还是导火一百年前 咱说的当时 你们要说这个 我们就说就是 就该藏虫了 藏虫 说古有这个 这个黛玉 是吧 黛玉藏花 藏花 你要留所藏虫 对了 好 奔伤心 这是怎么个步骤呢 这个藏虫 也没什么步骤 就是到日子了 对啊 到日子找什么 天堂公园啊 找一个 对 就是野地 野地 刨坑卖一喽 对 还真藏啊 真藏啊 主要取决于你们家里头有什么鸟 嗯 比如以前我小时候养着八个跟鸟个的时候 嗯 我基本上藏虫就直接是鸟笼子藏 什么意思 鸟笼 鸟笼子 天藏 好 就是别人这一位 明白了 让鹰吃了那种 是吧 让鸟吃了 两天了 这鸟也吃软食啊 明白了 一打开一看 哟 老听了 嗨 老听了 直接拿起来 给八个 嗯 这八个多吃油乌乌好 它这毛量 哦 是吗 回到了大自然的循环 对 嗯 当然了 也有这个春天还有一个撒鸟 嗯 就把鸟该撒了 对 怎么该撒 放归自然了 秋天粘的鸟 飞的鸟 嗯 这个你训它玩这个玩那 对 到春天 放 放飞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手艳 这是怎么讲啊 就是为什么不一直养就不玩了 就是放了 它起性了 对 你想想春天了起什么性 春天 万物复苏 鸟也起 北极熊崽子 啊 是这样 嗯 其实就是因为我 我这个 我从小就喜欢这些烂七八糟的这些 非物质文化遗产 喜欢 现在讲就知道 对 咱打比方说 嗯 但是现在得提前跟大家说 嗯 都是保护动物了 对对对 现在不能干这种事了 嗯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保护动物这个概念 嗯 咱说的一百年前吗 对对 一百年前的时候 刘索儿这么干的 对 说这快到冬天了 说没得玩 玩什么呀 玩这个北京话叫烙价的鸟 是吧 梧桶 对比如说手艺好的 拴梧桶 梧桶 别问这个学名叫什么了 这真就不知道了 嗯 梧桶 说是手艺好的 嗯 说手艺差一点的 什么拴个胶子呀 嗯 红胶子绿胶子呀 拴个老心啊 哎呀 拴个金刺啊 说比如要是小孩拴 拴个盲 嗯 是吧 拴个艳巧 哎呀 都是黑话啊 我听了 就是各种小鸟 大家听不懂 我们也听不懂 我非常想给大家解释 我真是没有办法 解释得了 山雀 山雀 各种山雀 都是山雀 这个鸟呢 靠什么拴呢 就是一个脖锁啊 嗯 就是这些 就是一个链 脖子上给它拴个链 完了 挂上各种挂珠 嗯 就在这个有十八环 就是它怎么着 它不会拧着它脖子 嗯 讲究的 拿个银的脖锁啊 给它拴好了 有点SM的意思 SM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 我们看这鸟 没有那种感觉 看企鹅有感觉吗 你都说 你都说到那个份上了 没事 你接着说 就是原理是什么 啊 说这个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嗯 冬天拴鸟 是因为它没地找吃的 对 你通过饥饿 能控制住它 比如咱说这个 刚才杨阳老师说的 这个梧桐 是最难驯的 说这个梧桐 难驯 打蛋 嗯 说吧 就是一个吹筒 嗯 里头有那个小的 那个小猪 叫蛋 吹筒 叼着 它这有一弯 对 能叼着 是一长管 嗯 然后你这手 拿着一杆 那老爷们打七个袋 七个袋 打七个袋 我小时候在观游玩见过 就痛痛痛 那那梧桐就跟落花一样 一直就快到底了 叼完之后一个 一抄起来 梧桐再飞回来 这是最难练的 嗯 就是我见过的最难练的 剩下的 比如说什么 叼个钢盆啊 吃个手绳啊 叼个八卦呀 这就好训 这有个一天 反正我这手一天 早上起来 拴上 到晚上 基本上能从手 就摘了拨索 过来这么吃 再飞回去 是因为 它在大自然 找不着吃的了 哦 这就为什么说到春天了 要放它了 因为树生渐轻了 嗯 这小虫啊 什么也都出来了 嗯 你在控制 你也控制不住它了 嗯 所以过去 这个 这个老北京 他讲究啊 嗯 哎 开个博索 让它颠了 他说那打袋 他最牛的是 打七个袋的 但是我觉得 我最喜欢的 还是那 刁钢盆的 我在十二海那见过 就是往上 一扔钢盆 嗯 那把这梧桐一撒 它给你叼回来 嗯 这个这个 这个我见过挣钱的 对 大爷这个 骑着自行车 然后就在十二海那 玩梧桐 嗯 往那一扔 然后梧桐叼回来 弄它那个 小盒里头 嗯 然后周围人 大爷我能试试吗 能啊 能 你有钢盆吗 一个点的 有吗 没有 到那边小麦布换去 换换 换完了之后 要完了 扔它那盒里了 这样 一个小时 挣二百多啊 我都想玩玩嘛 对 还有就是 这属于卖艺了 这就是 对 我们小时候 比如手里头捏着 那咱小时候 一分两分五分呢 对 你拿着这钢盆 就这么捏着 举好了 这鸟撒出去 这鸟飞过去 拿嘴叼着这个钢盆 它叼起来就飞回来 叼起来就飞回来 哎呦 你要说这个 我还真有印象 我好像是见 小的时候赶什么 有个集啊 有个自由地场啊 是见过 是见过这种 都有 哎呀过去什么 鸟卖糖 鸟雕琴 都是属于这类的东西 雕八卦算个命 八卦算命 这还专门有一名 叫嘴子金 对 就是鸟雕过来的 嘴子雕的 你是哪块 就是哪块 它觉得它是一个天意的 对 自然性的 等于说这个雕这东西 全是您所谓 这个梧桐这种雕 不不不 烙价的鸟都会雕 黄桥也会雕 它雕不了那么大的东西 玩不了那么好玩的东西 这黄桥就只能拴母的 不能拴公的 为什么呀 这公的气形大 他不吃饭 对 你要拴母的 就刚才所谓的那个蛮 这公的叫巧 母的叫蛮 就拴这母的 母的没问题 母的那你就雕不了大的呀 你就雕个小钢盆什么的 还行 它鸟总共才那么点 嘿 这一到冬天 这是冬天玩吗 这只能冬天玩 对 你到那个 你就拿那个外头 没神控制它 嗯 这一百年 你到北京 这生活也挺丰富的呀 是啊 你说的这 完顾子弟 感觉是一个 不不不 不是吗 不一定 不一定 完顾子弟都嫁鹰 嫁鹰 它能跑狗啊 是吧 那得有钱 这我不是讲过那猎戏吗 对 这是有钱 这个养鸟 就是养这个烙价的东西 它有的是说 比如哄孩子玩 没什么成本 对 那一只鸟能多少钱 玩的是这手艺 玩的是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 哄孩子或者自己解个闷 还有就是再穷乎的人 就拿这个 说这一冬天挣点脚乎 这冬天鸟卖糖 是吧 几分几分几分的 然后那个 你给我几分 让这鸟把这糖给你送在手里头 对 而鸟也不用花钱买 费就完了 过去都是几个 对 就秋天支个张网 弄个油子 这就都下来了 好家伙 这听着 感觉好像这些人都不上班似的 那时候有班上吗 大家 他没 尤其是鸟卖糖的 他就指 这就是他的班 我就想说 那个时期 大家一般 比如说北京 四九城住的这些人 大家有没有工作 工作 我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人干什么工作 首先来说 南城 做买卖 搞商业的 老商业 苦力 苦力 拉洋车 这是全城都有 对 然后还有 政府部门 机关 大学 这为什么北京一直都这样呢 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 基本上就是这意思 别的没有什么 其他的 太多的差事 没有 他是 其实就 相当于最后给他定性的时候 就是市民阶层嘛 就他为城市服务 为政府服务 基本上就是体制内和服务业 对对对 体制内跟饭 因为北京他那时候不是首都嘛 嗯 他所有的要么你就是 到现在也是这样 就是机关工作人员 事业单位 居多 剩着服务业 就是给这些人再服务 对 那就 哎呦 那还挺 挺单一的 整个这个城市 相对单一 是吧 相对单一 工商业相对就 没有什么 什么公司 工人啊 什么就好像就没有 没有 少很少 农民有 工人都在长新店 嗯 哦 长新店 对吧 还真是大招同志去的地方 那边什么铁路啊 对啊 火车呀 嗯 什么都都是那些 就封台了 都很 就不叫城里了 很靠外了 那时候都有铁路火车了 有啊 有啊 前门火车站到 封台火车站挺远的呢 哎 可现在也挺远的 你现在就不绝的了 嗯 咱现在不绝的了 嗯 那藏丸虫 就是 遛完鸟 有 有藏虫的 有针鸟是没有 有三鸟的 对不对 咱就是只借着说这个 早上起来干这些事 就这 这白天可能干的 咱把这整个这 文化给串一下 对对对 是吧 玩嘛 还有 还有什么 对 这上班的是谁要听啊 早上去 也没有人上班 打卡 上班的 上小的对不对 你听他干嘛 像我太老爷 当年是卫生局的 那就每天上班去吗 哦 哪卫生局啊 北平市卫生局 那时候还北京 京师卫生局的 哦 犯坏 在卫生局里头 能玩鸟吗 那他就不玩了 不能玩 一般的 真的进到当时那所 没有带着鸟进单位 有拆式的 有带虫进的 对可以拆拖拖 没有带鸟的 偷着 那也不算偷着 那一家伙怎么偷啊 不是刘所还带虫上班呢 上学 上学 上大学 咱这次不是聊了 对啊 二百块钱买一锅锅 不光您啊 那个我不是跟您说 王世湘先生 带着这个名虫啊 东虫上学 上的是燕京大学 这都是我们文物界的传承 是吧 北京大学 不是不是 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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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大 在现在北大那块 就是啊 带着虫上学 然后那个哪位老先生呢 很很著名的老先生说 这屋里什么声 王先生 您看我今天刚出来 冻锅锅 出去 出门去 好嘞 还有什么玩的呀 不是玩 他这个 再往后 我们俩就合着 逛庙 对 赶庙 你为什么叫赶庙啊 是什么意思 他不是每天都有 就跟大吉一样 因为过去商业没有 没有多少什么百货公司 那时候的百货公司 不是为平民服务的 你买点什么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别的没有 就是到庙会去买 逢三逢五逢七 逢三比如说 逢三是户国寺 逢五就是龙福寺 逢七在这一什么 什么叫逢三呢 初三十三二十三 两狗子吃饭把门关 你知道吧 都算呀 对 这是逢三逢五逢七 大家都需要买个针头线脑 就买点日常手头使的东西 你不能就跟咱现在似的 我随便买个东西 您就大百货商场 是吧 大商场也不现实 所以大家就是附近居民 附近哪有个庙 像北京最有名的庙 一个就是咱刚才说的户国寺 户国寺 一个龙福寺 东西二两庙 东边一个 西边一个 那本身这个逢三逢五逢七 这个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啊 他就是 他原来咱不是说过吗 庙不是天天开的 是吧 对吧 您比如说 为什么这个白云观庙会 这么兴盛呢 他这一年他都不开 他就是初一十五 就这时候开 开的时候赶庙的人多 去求神的人多 墨石猴去 形成了这个流量 人流量 贺流量 所以呢 好多坐小马们的就过来 形成这么一套文化 你这烧香的 然后 您得买我点小吃 对不对 买我点针头像的 而逐渐逐渐又倒推 成了一个商业模式 明白吧 就跟现在 比如说什么有个音乐节呀 有什么的 什么乱七八糟 卖周边的呀 这些东西 卖这个原创周边 对对对 各种都扎堆 创意市集 一个意思 就是市集 就是大集 就是蹭人家本身 这活动的流量 对对 蹭流量的 蹭流量的 然后后来这庙呢 也蹭这个 各种白小摊的流量 开始反蹭了 对呀 因为大家一开始 是烧香加感激 后来感激的人多了 那反过来 不就顺便烧个香了吗 然后那个 您在那一跪 然后老和人 多撂香去 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对对 有点意思 那那 那集上都能买着 什么好玩意儿呢 他比如有小吃 小吃 有各种杂耍 比如说护国寺 护国寺最著名的 叫大妖怪 大妖怪 其实跟天桥 很相近的 什么说像的 打把人卖异的 卖大力弯的 什么都有 就他们算大妖怪 不不不 有一个著名的 叫异人 吓死我了 天哪 那个人叫大妖怪 我爸小时候 住在护国寺那边 下午放学 要看大妖怪 你爸还见过大妖怪 见过 他是干嘛的呢 50年代初的时候 大妖怪 他的技能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种 取义的形式 它是一种 综合取义的形式 你说他是 相声也不是相声 是戏曲也不是戏曲 杂串 它综合在一起 我有点想看 大妖怪 护国寺现在其实 没事 再过些年 你就见着他了 我找他去 是吧 这大过年的 可假 我好说 现在护国寺那边 又重修了 一条街 你去过吗 没去过 那边好多放过 我天天去 天天去 我们单位在护国寺 那是得天天去 其实大家现在 我们就是去看 比如龙夫寺 护国寺 你可能体会不到 但当时 首先这两个庙也大 而且他门口 他厂院大 他门口头空旷 他才能形成一条街市的 这种摆着摊 其实他这个东西 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你要说这个 其实理由 你想想咱们 比如说咱们去日本旅游 然后去一些 日本那些寺 然后沿着这个山路往上走 那两边不都是卖东西的吗 其实很像这种感觉 他有卖吃的的 他就一定有卖日用品的 完了他就一定有 比如说有算命的 算命的 就有演个节目的 什么都有 你像我爸小时候 那时候说 就是护国寺中医院 那条胡同 街里头 就叫萝卜胡同 离这很近 然后放学 下午 到护国寺那 吃那什么 叫驴打滚 热驴打滚 又好吃 热的驴打滚 现在咱吃不着 没有卖的 都是两个 刚滚出来的 热驴打滚 然后浇一勺糖西 是这个吃饭 好吃 然后热驴打滚 感觉是另外一道菜了 一个热驴 没接着说 还是绒毛的企鹅 好 别说了 听不懂的 做梗 来吧 逛庙吧 逛庙逛完了吗 那没逛完呢吧 对 说护国寺 像龙福寺 龙福寺是大庙 对 龙福寺有的吃 最著名的 到今天还能见着的 这是灌肠 灌肠 灌肠也是那么传统的美食 对 不就炸淀粉吗 是吗 不是 不是 不是吗 它不是那个 油不是素的 昏油的 对 昏油的 猪肠板油 板油 那个油香 然后砸蒜泥 就蒜汁 是这个东西 前两天 我们那个 在日本的一哥们 还让我给他寄灌肠 别的都不想 就想灌肠 灌肠还能寄 这都是素的 你寄过就是素的 他怎么吃 那他就不管 其实他为什么 这东西火呢 就是因为 便宜和解馋 你吃不着油香 对 对吧 他那个口感 又跟肉相对来说 近似一点 比较老头 比较老头 关键是 现在咱也吃不着 正经的灌肠 你还说 前些年 在北京的纯门那边 有老头 花式大爷 那老头 那是正经灌肠 那老头炸换肠 我们还专门吃过一会 不叫炸 叫煎 煎换肠 他切那个 不规则的 真的不一样 那是什么环境 是那个 那大爷 在小区这边 我们在这边 中处还隔一铁炸了门 那门不开 你过不去 你就得 在这边交钱 他从那边弄好 煎好了地给你 然后我拿到手里的 那一份 我一看 当时就是 第一个印象 就是像杨阳老师说的 他切的 他不是那个 一片一片切的 那是现在 对 饭馆 现在饭馆 不都是一片 大片 他切的都是像那种 零片 或者那种斜刀 有包有后 有包有后 他不是油锅炸 他是一大撑 一大撑 斜么腔的 那么立着 也不是 斜么腔的 斜摆着 斜摆着 然后那油啊 油啊 那也不能太起 猪猪猫似的 嗨 摘摆 东北话就摘摆着 那个油是 一摘摆着 那这边油 这边有深的 有浅的地儿嘛 然后热锅 这个灌肠往里葫芦 你跟他说 你是想吃老点的 想吃嫩点的 对 那回吃 感觉 那边是脆的 里头是嫩的 对 跟我们平时在那种 北京饭馆 完全不一样 就不是一东西 差太多 龙福寺那个很有名啊 他一直开到 贯穿一直开到现在 但是那个店就不提了 不提也罢 因为去年我去吃了一回 干了 也是炸的了 这东西已经变味了 对 不行了 龙福寺 因为这个我们童年的记忆嘛 是不是 这找大火 找完大火之后 整个人气也就散了 明清都大火之后就不行了 是吧 钢筋撞铁骨 五斤在龙福 哎呀 玩会好多庙会啊 卖的都是 你比如说东西两庙 就是龙福寺 五个寺 卖的东西都是城里人用的 针头线脑啊 什么五斤配件啊 这种小东西小玩意儿 你到了我们家那边 鸟巢那边 北顶梁令庙吗 也有庙会 海人去 不不 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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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鸟巢那 北顶梁令座 那庙还在呢 那就主要 那原来是郊区啊 主要卖就是农区 北京有五个顶吧 对 镰刀锄头 稿头 稿头 就这类东西嘛 就农具 因为你别的 有稿头 太那么烂了 我不就说点这个吗 我还能说点这个啊 还有现场跑调的那种 反正就有稿头嘛 对 所以这个 其实这庙会 比较特殊的 就不卖这些乱七八糟的 不以小吃著名的 厂店庙会 对 厂店庙会 干嘛卖糖葫芦 那你能说那个是 是后来 对厂店庙会的特点 厂店庙会的特点 就是咱先说 它这个庙 厂店庙会的庙是哪个庙 因为你只有有庙 才能有会嘛 对 你到那个琉璃场 你找什么庙 没有哎 五道庙 是什么庙啊 就是在现在这个 南新华街南口 因为咱知道 大热烂街 不是几条斜街交会吗 对 它这个南边的 这个交会的这个点 叫五道庙 北边这个交会的点 叫这个护国观音寺 是这两个庙 厂店庙会的庙 下面还有吗 这两庙都有 这两个庙 是这个厂店庙会的庙 咱先说了 厂店庙会的庙 是哪个庙 哎呀 然后咱再说 这厂店庙会 厂店庙会的特点 是卖古董 对 卖古书 旧书 这是厂店庙会 跟所有庙会 都不一样的 有文化 它就这个特点 就跟我们家那边 卖农具是一个道理 对 参加园嘛 但是他当时 确实有交货呀 对 像当时这个 最有名的这个 翡翠大王 清真的这个铁宝亭 就住那个 条弧度清真四边 当时这个记载说 有一年厂店庙会 这铁宝亭 高兴了 说可以 今儿天也好 像北京冬天 要赶上天好 那时候这天也蓝 这太阳一照也暖 拿说 我今儿得拿出一件 这个 拿得出手的东西 跟这厂店 说 咱今天现在理解 就是我得 叫叫板 标榜标榜 我自己 这个翡翠大王嘛 拿一尺二的 冰龙翡翠塔 一尺二的 一尺二 当时报纸记载 就像瀑布 从天而降一般 这厂店卖会 跟其他卖会 都不一样 按现在话 这可能有格调 更高一点 去的文人多 他那块 也是宣南地区 都是什么 会馆 会馆 住的什么人 主要住的 就是赶考的人 文人 文人士子 他就有这个环境 二三年 好多 还都住在那边 你像鲁炫 不就是 少云会馆 这都多近 对 而且你看这鲁炫 那个日记 就是朝刘立场 去找这个 他收踏片 当时叫黑老虎 去那收这些东西 背的那种 对 做背贴的那个踏片 所以就是为什么 后来 刘立场的兴起 就是多说两句 因为修四古全书 对 对吧 上午故宫 五营店修书 下午他去找书 所以刘立场 最早是因为 古书业兴起 那在随着 钱家汉学 考剧 这个古董的兴起 慢慢刘立场 才发展起来的 那后来为什么 刘立场又衰落了 多提一句 就是因为 新中国 现代国家 建立起来以后 它里头原来的功能 被一些 大的国家机构 给分解了 你说比如今天 像咱们这里 最有文化的杨元老师 就一定不会再去古书店找书了 人都是国图的VIP 是吧 国图找不是VIP 围着呢 就是 够围的了 小碗牛肉 您围着 就是他 这个 美术馆 对吧 博物馆 把他的功能分散掉了 所以为什么 今天大家再提到 厂店卖会的时候 觉得说 这个 您刚才胡同说的 糖葫芦 大串的糖葫芦 跟土屋爷似的 而且那个还是说 是长的 对吧 吃的时候是 一手钻上这头 一手窝那头 对吧 跟捋这志气灵似的 一捋下来 周瑜 这气象也大 这气象也大 周瑜和老家贼是一样的 气死 周瑜有搞头吗 周瑜有搞头 还会误弄 就是来这个嘛 志气灵嘛 大将军真难当 说什么乱了 还有这种 不挂糖的 裸的 裸的 对 那个的 没沾糖的吗 对 那叫大挂山里红 大串 跟鲁志生那佛珠似的 挂脖子上 挂着 不真挂脖子上吃 真挂脖子上吃 咱先去看厂店 那个老照片 包括风俗画 就是这东西 一定是两种 挂了糖 叫糖葫芦 是吧 甭管是长的是短的 是志气灵 是吧 是这个子武鸳鸯 反正他哥手里攥着 都是那么多东西 这长的 叫大挂山里红 跟佛珠一样 那是一串吗 一串 一大串 就一个佛珠似的 这不是说我们 都是鲁志生 挂那佛珠似的吗 挂在脖子上 你就随吃 随抠 就那个套圈饼 就那意思 对 懒汉吃饼 我的天 这我真没见过 对 这是厂店 就为什么大家 现在在提到厂店 老会想起这个来 因为他原来 那个功能 已经没有了 对 因为我现在 想起厂店 都是在报纸上 其实小说 就是看什么 北京晚报 一到快过年了 然后就是有庙会了 大家就讲 北京的几个庙会 要拍一张照片 一说厂店 就是大堂葫芦 这为什么 其实就是厂店 是过年时候开的 对 很注目 所以为什么 现在咱们这庙会 都过年 改过年开了 对 那都是 等于是借着厂店 这种模式 因为就是厂店跟白云灌 对 因为白云灌 就那会开庙 对 借着这种模式 把这个过年的游云会 变成了这个 真是 但等于后来 其实北京很多地方 比如说像什么地毯 地毯 它没有庙了 对 它就是纯实是个会 就是庙会 这两字 原来是有庙 有会 现在庙会变成了一个 过年的群众文化组织 一个文化活动了 而且70年代的时候 那不是咱们都是 计划经济的时代 对 70年代 71年11开始 就是国家组织 各公园进行大型游园会 对 就是从那开始 这种方式就越来越多 你这个国营饭馆 你必须得到那出摊去 不去不行 各个买卖 你就是要求的 计划经 群众活动 而且小的时候 家里头 我把他们局里 还发那个游园票 对 就什么五一 十一 春节 发票 完了指定哪个公园 什么的 就是你去那 何家欢去 其实挺壮 其实场地更像后来舒适 对 就是什么秋季舒适 什么的 对吧 这再多说一句 就是咱们就是北京 这前三门大街 是吧 前门 储文门 宣武门 中间加一和平门 这和平门 就是因为场地开的 原来没有 当作零首开的吧 对 我记得好像 二十七年 二十年代 就是咱们现在说的 这个时间前后讲 就是因为原来 要去厂店 要么你从前门 你从前门 那是公里出来 走前门 对吧 你绕宣武门 走厨文门 你怎么绕进来 就是因为厂店 太繁荣了 琉璃厂太繁华了 琉璃厂的鼎盛时期 民国的时候 开了这个和平门 这么着 就再也不用从内城 到这再绕前门 或者绕宣武门 怪不得 它那个位置 其实挺特别 它正好在 两个门中间 它不是一个 对称的 那么一个位置 它正在那 那这烤鸭店开那 是不是也有这关系 烤鸭店开的 正经烤鸭店 开的是前门那 前门肉市 你说的和考 是吧 和考 完了 被鄙视了 你看看 被鄙视了 你看它那是总店 前门那叫老店 对 小伙子说 本来一直以为 我玩老北京 就是饭鸭 也真老北京 没有 跟这两位比 我完全是小学生 他们玩过那顿 我都没有玩过 还有虫子 鸟 我真是从来没有玩过 听他们一讲 两位古人 两位古人 果然是两位古人 真是不错 然后该说哪 我就说 这个庙会 应该叫庙室 它是一个集市 对 正经的庙会 又不是这样的 Temple Market 正经的庙会 不卖东西 舍东西 送 不要钱的 不要钱 你干嘛都不要钱 你就是入会 不是 你不用入会 也可以啊 就有奢的这人 他得入会 对对对 奢的这人 什么意思 来说说 庙丰山相会 有 鸭基山也有 对 就是这都是 娘娘信仰嘛 就是北京这五个顶嘛 都有会嘛 中南西北 比如我说 那个北顶 那个就是其中一顶 这北顶 有中顶 东顶 西顶 南顶 都分别是哪些呢 就是南顶的 就叫五顶 都是娘娘庙 对 就是金顶 就是庙丰山 南顶 就是现在海卫寺 南顶村 那个位置就是南顶嘛 对 它就是因为有庙 然后有这个 其实这个会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我许个愿 比如咱们 咱们哥四个 说我许个愿 说明年大家要实现 一什么样的KPI 然后我们就组一个 这个相会 但是那时候相会的 不是KPI 不是生孩子 就是治病 对 对吧 怪不得我高考之前 我妈去趟庙妙丰山呢 有传统啊 看来这妙丰山零 零 确实零 那个我记得 好像过去 有一句民宴 这妙丰山的娘 那时零时不零 那你说你那个高考那算零还是不零呢 高考零啊 也算零了 对 因为我妈是 发愿是让我考好成绩 但是她没说让我考好大学 成绩是不错 成绩不错 大学不行 也还行 还不错 相当不错 钢院还不行 钢院还行啊 我们四号线头一战 我们说什么 好嘞好嘞 那个就是比如文会舞会 有好多都是几十年以上上百年的 还有黄尔丰的 你想想 一直到我管辖那个时代 黄丰的 那叫黄会 那个五十年以上叫老会 文会是什么呢 就是不动没有声音的 馒头会 来往行人送馒头 那你还吃什么小吃 吃小吃的 卖小吃的 在这不是赔死的 等着死吗 对不对 送馒头 送馒头 那其实挺金贵的 这玩意 对啊 大白馒头 摘着炸菜就去了 好像也有 松四川来赶活 人家是摘着俩窝头去喝豆泡汤 这边你可以摘碗豆泡汤去吃馒头 别干着 有稀的 也有稀的 有茶水会 哦 有茶叶会 茶水会就是给你沏好了 让旧地喝的 喝 茶叶会 给您茶叶 送您茶叶 您回家沏着喝的 哦 也可以拎着脑壶去 像这五会 现在还能见到有名的白志芳太师老会 嗯 这是五狮子的 对五狮子的 白志芳墙 不 就是它这个地儿 就是老的 老的这个 六郎庄的那个五湖 对 这都是 太平谷 我就有点听晕了 就这 你说的地儿 在北京 就这 这这现在还 每年四月初一 组织还有 就现在还有啊 还有呢 这个组织还有 像太师老会什么的 组织还有 他们都挑着大旗 你过会的时候 就是这一个会 它就是一个相会 是一个组织 嗯 它这个组织要挑一个的 一杆大旗上的绣着 说我们这是哪哪哪 什么什么会 哦 所以在大旗上 现在还有人写的就是 哪年哪年光绪 多少多少年封 这个什么什么会 然后 我不是说五十年以上 叫老会吗 嗯 这叫某某老会 还有呢 不叫老会 年头不够 叫某某盛会 哦盛会 哦天哪 这就流传到现在了 你看每年四月初一 到庙封山 嗯 那这不是一百年的事了 嗯 后来就 它就慢慢的 其实它也是在不断的发展 它的这个社会的地位 跟作用也不断变化 慢慢变成一种社会组织了 对 而且庙也有变化 早年是道士庙嘛 嗯 对 后来道士庙出点 是吧 有稿头的问题 嗯 就换成和尚庙了嘛 让和尚 政府要求让和尚监管 派了和尚去那监管 哦 哦 然后呢 原来你看娘娘 玉皇大帝 哎 这个神话体系里的人物 对吧 肯定是道教的 然后呢 庙门口 立了一个白塔 是某 好三四年立的白塔 嗯 嗯 然后呢 这些过会的 还有塔嘛 佛教的 佛教的 对吧 佛塔 然后过会的呢 它都有一个参塔的仪式 嗯 你看这玩意 它就交织在一起了 嗯 还真是原来说所谓寺庙寺庙嘛 是吧 对 和尚还是还是在寺里头应该 是不是这一位 寺也不是 庙 这都说不清楚 寺它最早 它是一个官属 雅属 嗯 大理寺嘛 光禄寺嘛 对不对 后来逐渐赤峰 什么什么寺 嗯 庙你就不一定了 你的老虎庙 对不对 对吧 哎呦 这个土地庙 嗯 那也有 这都能叫 对 传统信仰 什么的一些 所以这个 冠肯定是道教的 嗯 庙就不一定了 一般寺的规模大 对 因为咱们老见某某寺 都是赤剑 对 皇上让剑的 一般的 不会叫这种的 嗯 一般寺前面都挂 吃剑 嗯 不是 那咱们中午吃点什么 那我们一会儿 一般的中午啊 都是 好的 都在中午吃 开始咽口 明显是好东西了 正经饭了 因为过去 饭馆开不到太晚 嗯 除非是 前门外 观音四街 那边饭馆开的晚 那就是晚上开 对 我听你说 嗯 那个 他们酒 那喝的酒叫花酒 花酒 中午是正经的商务宴请啊 吃饭啊 下饭馆 是中午 中午 你看北京 八大堂 八大楼 八大居 八大春 对不对 哎 什么 丰泽园啊 什么 这类的 对 酒之谈 之前的节目里都聊过啊 对 美食系列节目 嗯 对 南北大菜 以鲁菜居多 拐羊菜为辅 嗯 然后还有一些北京的 你像白肉啊 嗯 啊 这个就是纯北京的 就那个时候 咱说一百年前 这些饭馆 都都还在哈 那就是最兴盛的 然后呢 就是 二十年代 应该 风泽园还没有 风泽园没有 风泽园是三十年的 蓬莱三英 是三零年左右 对 呦 蓬莱听着这是鲁菜馆 啊 对 然后那那那那时候 都什么人 吃得起这个 都是什么 你看 就是 当时北洋政府的 嗯 证客 就是下馆子的人 咱先捋一捋啊 这什么人 证客 高官 嗯 呃 原来老北京的这些 大家 嗯 嗯 啊 一老一少 这时候还没 还没穷呢啊 嗯 还有点家底 还有家底呢 什么全聚德 这就是鸭子楼了 那那就 档次就低了 嗯 哦 全聚德档次都低了 鸭子楼档次低 哎呦 全聚德后来逐渐火 也是加热炒 他活起来 他改良以后的事了 就是最早 他就是一鸭子馆 就是 其实就卖鸭子的 嗯 嗯 别的没什么东西 嗯 二十年代 二十年代 正好是这些军阀 政客肆意胡为的时候 哎呦 那您看啊 比如现在 比如说 你说到北京吃饭 是吧 这吃北京传统的 有特色的 都会说烤鸭 是吧 涮肉 炸姜面 涮肉那时候最有名的 是八道楼之一的 嗯 那个叫 叫叫叫 郑阳楼 所以您说 就是比如说这个烤鸭 在当时不算是特别 呃 算特色 那这个涮肉算是这种高级饭 不算 也不算 这个东西都是什么 你说涮肉烤鸭 你能不能搁的席里头 是可以的 嗯 但是人家一般的不做 哦 这个不 不是这个 这个吃法 对 那所以那个 那个时候在北京吃 比如说 那个时候是最挥霍的时期 就得吃这些 那其实 南北大菜 南北大菜 你比如说 我一个下饭馆 嗯 我叫一桌的酒席 都是这个吃法 它是一桌酒席 是按钱算 对 对 一整桌酒席 然后我一人吃不了 没关系 嗯 就要这么吃 但是我得 我得把这排程摆出来 就我这个身份 是吧 我就得这么吃 哦 不能吃蛋炒饭 蛋炒饭 这儿不卖 哈哈哈哈 盖饭也没有 而且好多 还有这 这比如我 这个去的是饭馆 嗯 饭馆不像现在 有大糖 嗯 很小 大糖 可能四张桌 嗯 饭馆是商务宴请人 比较实在的 嗯 我说是北洋军阀 肆意挥霍的时代 那就是 我去了 我就包尖 我一人我也包尖 哦 俩人我也包尖 三人我也包尖 全是包尖 啊 对 然后再往上那叫 堂子号的 饭庄 嗯 饭庄提前预定 平常不卖 啊 就会所吗 呃 不是 会所你去了 你不是你是会员 你当天可以去吗 也得预约啊 你才几个人 哦 人上百人几百人 嗯 那是一套院 哦 这种啊 啊 那个为什么 就是1928年 这个一千多 南京国民政府 北京的这个饭馆 哗就下来了 这些政客全跑了 没人消费了 没人消费了 过去包一套院 一套院挤进的院子 带这个 戏台 嗯 带花园 带鸦片屋 哎呦 多家伙 一吃就是上百张桌子 嗯 啊 我的妈呀 真行 那除了这种大饭馆 或者说这个饭庄以外 有没有再普通点 有有有 老百姓吃这种小饭馆 能买着蛋炒饭的那种 小饭馆不叫饭馆 叫二婚铺 对 二婚了 这不是头昏的东西了 二婚呢 二婚 还我没反应过来 哪个 不是哪个婚啊 婚星的婚 为什么叫二婚铺 有两种说法 嗯 一种是就是 溜肝尖啊 溜肥肠啊 嗯 这是一种婚 然后猪肉 猪肉炒菜的 这是一种婚 这一种说法 就猪和下水 下水 还一种呢 就是猪羊二肉 嗯 这叫二婚 二婚铺 二婚铺就是小饭馆 小饭馆 咱们说到二三年 嗯 刚才我跟刘索 我们俩聊 我说 按老北京 那喝完茶 咱就跟奔茶馆了 那二三年 茶馆 年头改良了 嗯 这个茶馆不行了 大量的这个茶馆 就改二婚铺了 哦 你看这个茶馆 这个话剧第一幕的时候 嗯 说做烂肉面 他当时那个大茶馆 除了去喝茶的这些奇人 剩下呢 他有一定的这个 做这小吃啊 嗯 做点简单饭菜的这么一个功能 嗯 后来这个功能就放大了 嗯 喝茶那个闲聊天的功能 就基本就没有 那等于说地儿还是原来那地儿 对 吃饭就可能能多吃饭少喝茶了 上到咖啡也没盖叫饭 哎呦 后来咖啡不卖了就剩这个了 对啊 就这意思 黑椒牛柳 对 吃了吃了吃了 上到 上到饭馆了 上到茶餐厅了 而且上到咖啡 最开始真是没咖啡的 对啊 对啊 后来才变成了只卖盖叫饭的 那对 而且二婚铺存在的时间还很长 那怎么讲 基本上到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对 对 它基本每个胡同都有 对 就是咱们小时候在胡同里会看到一些小饭馆 这种小饭馆 比如一直做街坊生意的这种饭馆 这种饭馆你去查它的历史档案 基本上都是原来二婚铺的底子 就是公司合营以后 就变成了什么什么那个国营的什么什么什么饭馆 呦 那会儿给他订饭馆 其实是给他提高了一个位置 二婚铺就是金饼 金饼金面 烙饼 面条 完了有点简单的这个炒菜 喝酒 美术馆那边有一个饭馆 号称是北京第一家什么饭馆 那个是翠花胡同里 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是第一家个体饭馆 个体饭馆 那不一样 那个原来北京二服务局管的这些饭馆 这个有中心店 有普通店 那种二婚铺 后来改成饭馆 或者叫某某食堂 那个就是二婚铺改 那等于其实比如说咱们去一些胡同里头 或者是到什么廊坊 几条什么的 或者古龙 什么兵马斯 什么里边 有时候能看那种挂着扁的什么国营 什么什么饭馆 对 就那种 就那种小饭馆 其实是坐落在胡同中的一栋房子里头 对 那就是原来的二婚铺 那现在特别多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做文物普查 因为查的这种老房子 你去查他民国时候的房契什么的 都是二婚铺的底子 那那东西完全就是做街坊生意 对 他就是国富 但是其实吃的还不错 吃的不错 解解肠 你什么溜肝肩什么肥肠 我觉得挺好了 因为这菜上不了大饭馆 就过去二婚铺的东西进不了 进不了这个大饭庄 和高级饭馆 就四种嘛 过去北京吃饭 饭庄 饭馆 二婚铺 小吃摊 所以我听下来李初 到这个1920年那个时候 其实还没有所谓的 什么北京菜 或者是 没有 没有 没有这概念 没有 你听 他做的所有东西都是 比如说什么卤菜的东西 对 是环杨菜东西 那种大饭庄 然后你包括像这种玩意儿 其实他也不是所谓的 过去 和简单 就是说吃饭 咱们今儿是吃山东馆 还是吃南方馆 就基本就这俩分别 要不然就羊肉馆 羊肉馆的位置就低一点 羊肉馆比较低 羊肉便宜 不是 鸭子馆算北京菜 鸭子楼 鸭子楼 鸭子楼算北京菜 那卤菜 也是卤菜 也不算 你们那会儿就没划分 不划分 他不在山东馆里头卖 你要在山东馆叫烤鸭子 到那个鸭子楼 给我外卖一只来 鸭子楼怎么那个 巴马罐里头 是吧 上饭馆 那小利本 把那鸭子悠上去了吗 小利本 小利本 你急我 烤鸭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北京特色的这么一个吃事 因为它跟大运河有关 运河一路带 最后到北京以后 把它融合成了一种地方特色 但它绝不是当时北京人的一个 就比如咱都是北京人 说今天我从外地来一朋友 你肯定不请他吃这个 那个东西也贵 那来一朋友不舍得 那时候有炸酱面 有啊 那时候也有炸酱面 那二婚铺就卖炸酱面 炸酱面不叫说 说你给我来一碗炸酱面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说你来几坪的 一坪 就是一个面剂子 是二两面 然后呢 我吃六个剂子 就是吃六坪的 吃两坪的 吃一坪的 然后小碗干炸 这么卖炸酱面 比如说面单买 不是 就是吃炸酱面 没有一碗这个规定 你是按着面的量 其实就是你要几两 一个面皮是二两 这样啊 那炸酱面算北京美食吗 不算北京美食 因为它就特别加成 你看它那个地位 它就在二婚铺 就是街坊吃的 就是它不美 它算北京主食 主食 不是北京美食 这个好 这个好啊 北京的这面 有两种是最有名的 一个是炸酱面 因为家里藏尸 还有一个是打卤面 打卤面没有卖的 都是自己做 因为你卖多少钱都不合适 因为打卤面 特别口大 那个是 废卤 废卤 那个没有添面的 对对对 那卤上来 您先救酒喝 救酒 韭菜 然后呢 直接吃啊 吃这卤 吃这卤 喝酒 里头你有肉 有黄花木 有的再高一点 虾仁淡菜 对不对 鹿角菜什么的 您就吃这卤 就是酒 然后呢 再来点面 您说您这个不够 怎么办 它不咸 不是像炸酱面 那么死咸 那不是为了下那面的 对 然后没有添面添卤 对 它是这么个吃法 你说麻将面 这东西跟北京 有啥关系吗 北京有麻将面 麻将凉面 那这算传统美食吗 传统主食吗 传统主食 算 这芝麻将面 这真是夏天吃 是吧 有香醇了 下来 酱油酸 酱油油 咸菜汤 是吧 这都固定搭配 芳果丝 对 对我来讲 这个香愁 香愁就是一碗麻将面 而且还真是麻将面 还不是炸酱面 以至于我 不是江南山 刚从大理回来吗 我被大理吃的 最后一顿饭 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做了碗麻将面 自己擦了 不 家里面要擦丝的 自己切的 黄瓜条 因为我切 切不成丝 黄瓜条 加那 就王之和的 那个芝麻酱 自己给它卸了 给它卸了 然后自己煮点 煮点面 这是 带着香醇 正经 麻将面 我还是挺爱吃的 第一 有两样 我是不能离的 要不然就不够近 一个是香醇 对 一个是香醇 其实说是夏天吃 其实晚春初夏的时候 对 就是有香醇的时候 然后还要是酱肉丝 酱肉丝 就酱 就是那个酱肘子 酱肘子 酱肘子 切成丝 割里头 又有面码 你光是黄瓜 芝麻酱的 推速了 还是馋 是吧 有香醇 再把那个味一挥发 哎呦 好吃 好吃 这就说到家里做饭了 那那时候 他们家里做什么饭 你比如说 这大户的人家 像我那时候 看那个朱家敬先生 说他们家里头 这个老爷子有钱 像人家趁花园 是吧 花园里能划船的主 他那不能叫划船 他那不就小孩 在那船 在那池子里泡一下 那照片里看起来 人就是坐在一船上 是 在小时候那个 对 然后这个 相当于什么呢 船那个菊 比如说吃这个鱼翅 是吧 咱看那个 就是固定的名贵的食材 就实惠嘛 对 还有这个实惠 还有自己家里的厨子 他有这个看家的菜 过去这大户人家的厨师 基本都有一两个 自己看家菜 招待朋友 这个级别规格就高 但而且他都有好多这种 文人风雅的这个故事啊 什么的 但这小门小户呢 就咱日常老百姓 家里头也就是吃点面条什么的 吃点面条 吃点 也炒菜 炒菜 其实就是特别北京的东西 那个 你刚才说 那个大户人家 我听过一个老先生跟我说 家里烤鸭 聚会的时候 家里院里头 跟家烤 砌一个小炉 就是一个方的 方的 然后能架上那个鸭子 还能烤 烤乳猪 然后它是焖炉 盖一扣 大概四十多分钟 就烤好了 它是底下烧那熟铁杆 然后把这个炉子烧热了 糖热了之后 把那火一面一扣 那是正经焖炉 正经焖炉 正经焖炉 因为它其实这个主题的丰富 是因为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 全国各地的人来到北京 移民城市 对 他得雇他自己的厨子呀 做他的菜呀 让他在北京生活 你这平民 像咱们这个传统曲艺 穷大奶奶逛万寿寺 是吧 那就吃什么呀 他吃的本事 梭子米的饭 就是这个醋泡萝卜干 这其实因为北京冬天太长了 咱聊过这个 冬天太长 大量都是烟酱 这种菜 三四五月 但是呢 也有好像 你到六月六 烧香肉 要不然赶上 接下来吃饺子 是吧 然后还有那个 刚才咱说那麻酱面 炸酱面什么的 经常是什么时候吃 夏至 夏至的时候 夏至吃面嘛 这不是因为庆祝 中国这个发明冬小麦 两千年吗 夏天 就是这个夏至 是因为中国 巧立名目 这真不是 这个是 是从汉代 真的发明了中国人 发明了这个冬小麦 夏至左右的时候收割 所以为了这个 庆丰收 多一成粮食 对对对 所以就开始吃面 你为什么夏至吃面 就是因为庆祝 中国发明冬小麦 两千年嘛 事是这个事 说出来 听着就挺吓人 挺吓人的 一切 因为很多的那个祭祀活动 是吧 因为比如咱们传统的 大家这个 因为农业社会 对啊 农业社会 在收获的时候 都会有祭祀活动 对 那在祭祀的时候 就是要用当时收获的 这些东西 来制成食物 对 来祭祀 这个在全世界各地 都是有这么一个习惯的 包括有很多地方 咱们吃那么 那个五色米饭 那个完全就是 当时收获这个水稻 然后去染色 对 是一个逻辑 在五色土吃五色米饭 吃土了 中华市一谈 那咱吃完了 是不是要睡个觉 还是出去玩会去 得歇赏 歇赏 歇赏 跟家躺着 跟家躺着 那你歇赏 你还想去谁家躺着 不是有什么大音馆 不是 有地儿有地儿 吃完了 澡堂子 泡一泡 下午就泡饱 中午啊 吃完饭你可以去啊 我的天 因为好多正经的 体力工作者 他就是这个时候 上午干完活 下午 中午去这个澡堂呢 吃饭 洗澡 睡一觉 下午出去玩去了 就 就玩去了 下午一般就没 没事了 没活了 我以为歇会 下午接着干活 对 过去跟咱现在不一样 过去它是 基本上午特别长 他起得早 对吧 就中午饭就下班了 对 吃完午饭 下午就没活了 你顶多也就是 好像没听说过 约下午的 他说明天早上起来 咱怎么这么着 比如说买房卖房 拉房价的 你就约着茶馆 谈事写字什么的 这都是 基本正事都在上午 录节目 早上六点 哪是约下午的呀 反正我起来 真六点 直躲 我不来 你不起来 说完直躲 还以为挺牛 把人震住 下午就睡不着觉 那会儿录节目的还真少 广播都是直播 对 就是我买了这时段 然后我去那去说 还说什么 不是 它是有固定节目的 我买了 我买了 包时段 是电台包你这个时段 比如下午一点到两点 是您这时段 我这说相声也好 说评书也好 你说哪段子不管 你得说相声 不是你买 是人买了你 看我清楚 你一说相声了 你跑来得说去 这不是就有 有这个传说故事吗 马森利先生当年 人委托他给写一个 爆菜名的菜单子 他就在电台 说了一段相声 说的不是这段相声 然后同时呢 因为这肌肉记忆啊 同时把那菜单子 给写出来了 正面说呢 从正面说就说这个 老先生对这个艺术啊 对这个过去这个东西 多熟悉 那你从反面说 你说他那段相声 说的多不认真 手一在这 这就是 这我多说一句啊 就好多人动不动 就拿灌口活啊 说事啊 这个就不叫艺术 就是个体力 卖卖力气 是吧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原来是说相声的 他跟我说 这个您记住了 杨老师 背灌口啊 跟这个当街 拿砖头垒胸口 是画等号的 他不叫艺术 这东西不值钱 这自己应背 就跟背原状率一样嘛 你这肌肉肌翼嘛 对啊 对不就背嘛 感受一下诚意 对吧 跟咱们做那个什么 三不沾似的 但是后来 有好多人拿这个东西 说事 就取解了 当年这个艺术 好家伙 来说说咱们这泡完澡 干点啥 刚才不是咱就提起来了 咱就 咱就不是相声 相声 小品 我说杂鸡 登登登 赢书 笑话 说唱艺术 我说是小 我听不懂他们唱 哎呦 哎呦 心机 终于拉你一回 刚才我就往这转嘛 泡澡的嘛 澡堂的嘛 你下午就逛天桥去了嘛 嗯 逛各种杂傻园子 那不光是天桥啊 北京有好多杂傻园子 以天桥为主 天桥他有意思 刚才杨老说了 这个北京的大饭庄子的衰落 跟天桥的衰落是同一时间 哎 怎么说 因为当时咱天桥 这个杨春白雪 下里巴人嘛 嗯 杨春白雪 就是当时北京最高档的 这个消费场所 就是玩的这消费场所 嗯 比如说新世界 新世界 是吧 城南游泳园园 那 这都是什么 你比如说 这个 什么玩意 我住的这个 德门 城堂的 嗯 我也没见过什么 现代化的东西 嗯 好不容易去趟城南游泳园园 新世界 我得坐坐电梯 嗯 没见过 那个时候就有啊 一几年就有了 对 嗯 在哪 在哪 这个新世界 就在现在的天桥东方饭店 马路对面 这也不知道跟哪 就是咱看那个 什么觉醒年代 建堂伟业 有那个陈独秀 撒船单站楼顶上 记得吧 那就是在新世界的楼顶上撒的 哦 它是一个大楼 它这个新世界里头呢 有卖吃的的 有杂技 有唱戏的 有 取义等等的 各种玩的 还有弹珠 嗯 西洋的 嗯 台球 保龄球 保龄球 弹珠是哪种啊 就是那个 弹珠机 1973年的弹珠台啊 这是薄清歌是吗 对对 就是那个 不是薄清歌 是那个 什么呀 弹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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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杆 啪打 对对对 两个手 啊 那个 对那个 弹珠啊 那个啊 就这些东西 我清歌小王 这新世界 还有承担 我记得 是不是都是军阀的 小老婆开的 呃 冬节 冬节 是吧 就是先有的新世界嘛 得那是北京第一个 开始什么 咖啡馆啊 保龄球啊 台球厅啊 有中餐 有西餐 对 门票两块 两块钱大型 非常贵 非常贵 商场还有门票 它就是冒 哦 相当于是内部的游乐场 对对对 但是不卖衣服 不卖其他东西 都是游艺 哦 服务消费 明白了 但是就是光进门 就先交两 不是不是 它里头含很多东西 你这两块钱都含 哦 套票 然后因为新世界火了以后 完了就长南游艺员 就在现在有医院的那个位置 哦 在那 对 有医院那个老的有医院 那个位置 就长南游艺员嘛 然后 很近啊 这两地儿 都在天条嘛 这一定得比邻而居 哦 而且还得斗法 对 像当年孟小冬 唱就在成南游艺员唱嘛 哦 在那里边 他 对啊 有剧场 有剧场 中国的拉斯维亚兹 这个 就是那概念 就是那路边 成南游艺员里头 六楼有动物园 室内的 就养点那 动物就很简单了 那么猴啊 什么的 现在大商场里边 不也都是各种动物园吗 不能叫动物园 人叫什么猫咖啡啊 是吧 这个猛宠 这个咖啡啊 因为他就是吸引那些 带小孩的客人 对对对 但这是 这是贵的这个消费 你有钱的进力 就消费去 没钱呢 就出门 就像什么公兵市场啊 三角地啊 哎 一口同声了 哪个三角地啊 天桥三角地 他那块地 正好是一三角形的 叫三角地 但是干嘛呢 对啊 料地卖艺 不光卖艺 香牙的 什么卖药 卖野药的 算命 算命的 卖故意的 太好了 就是金皮彩卦 平坦掉柳 全都有 那时候咱们这个八大怪 八大怪 都在 就是那个几代八大怪 赛活驴 赛活驴是很晚了 又要晚了 赛活驴已经到了 三四十年代了 那是第二批八大怪 如果咱们说 二十年代 老八大怪 对 那卖药的 大兵黄什么的 对 大兵黄 大兵黄就是骂街的 大兵黄特为牛 天桥八大怪之一 坐那骂街 坐上去看 而且他还不是北京口音 骂街 他是有点山东口音 他是张勋的辫子军 对 为什么叫大兵黄啊 就是老爷们到最后 都没搅过那辫子 就是拿根棍 一边拍地 一边骂街 我说这个警服啊 我说这个风雨香 我来了 就是这一个意思 就是老百姓 不是不敢骂 什么比如 警察你不敢骂吧 大总统你不敢骂吧 军阀 对 他敢骂 他就骂 然后这警察就逮 逮了 他还不是高兴 他骂可是当权的军阀 他骂时政 然后没几天就逮进去一次 没几天就逮一次 你逮进去不是高兴 里头有人管窝头啊 要不还得自己外边刨神去 他这辈子不挣钱 对 警察也最后就 就那么回事 懒得逮他了 大兵黄是一警 我这八大怪里头 我最佩服的就是这哥们 是 在咱们宣南博物馆 都可以看到 对对对 当天我讲解园的时候 是吧 虚指横行二万的那个雕塑 太着喜了 还有什么 还有谁 耍耗子的 耍蛤蟆的 对 所以你看看 这是简单 蹭游的 蹭游的 蹭游啥意思 蹭游就是 蹭游这个 现在大家都很常见 所以我们在 中央者的时候 聊过一期天桥 就说这八大怪 这八大怪 好多这个经营方法 现在你能看到 比如说这蹭游的 大家不都穿这个长衫吗 对吧 过去有钱的人穿长衫 没钱的叫两截穿衣 对对对 这一两截穿衣 那你就是 劳动人民 是吧 就咱们这种 对对 现在你长衫都是姑娘 穿连衣裙 是吧 对 那时候都穿长衫 对啊 长衫不就 完衫不够长 听不懂 连衣裙 完衫 就是按 过去牛仔姐讲话 不垃圾 对 那您身上 难免会有块脏 是吧 这蹭游子 相当就是卖肥皂的 就您走到这 比如李叔走到这了 我突然间看您这个 这长衫这脏一块 底下一蹲 拉过您这衣裳 就开始给您擦 去无造 就给您擦 超级肥皂 擦以后您看 这块擦干净了 那您别的地儿 想擦干净吗 买肥皂 卖肥皂 对 就很简单 这你现在看 就是这么一个经历的 包括刚才杨老说的 这个 教蛤蟆教书的老头 是吧 这老爷们儿是 有一大蛤蟆 有一堆小蛤蟆 对 他这个 他这个活怎么使呢 就是 真蛤蟆 真蛤蟆 真蛤蟆呀 你对 还能是受到料的 你对我们这个 天桥巴拉怪 太不关心了 就是让你 这个 这小蛤蟆先出来 呱呱呱呱呱 跟着蹦 蹦好两排排好了 然后再请这先生出来 他说 啊先生请这先生出来 这老蛤蟆 蛤蟆大就蹦得慢 挂地挂地挂地 蹦过来 老蛤蟆叫一声 这小蛤蟆们叫一声 蛤蟆交出的老头 我们耍金钟的 不是这是训出来的吗 就是马戏嘛 简单的马戏 这蛤蟆是青蛙 还是赖蛤蟆 青蛙 它蹦 蛤蟆是爬 对 但是在北京统称叫蛤蟆 就是料地挣钱的 对 您说您看看这 然后您再 把天桥逛一逛 不是吃亏就是大 反正中午吃饱了 这脑供血不足 上天桥让人蒙一蒙 骗一骗 天桥也有卖小吃的 对 卖小吃的 瞪眼肉 瞪眼肉 什么意思 什么叫瞪眼肉 瞪眼肉就是 这都是蜇螺 蜇螺 蜇螺你就盯着 哪个好像有肉 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蜇螺 对 蜇螺还是解释 蜇螺就是这个 这个饭馆 这个客人吃剩下的 这些菜 就跟干水一样 那不叫干水吗 对啊 也不能叫干水 因为没坏 对 就是好的 没馊 这个全部倒在一桶里头 然后这个叫蜇螺 什么都有 那么四季丸子也有 但是有一点要说 过去那菜的味 大概都是咸咸口 对 它不是特串味 对 你不像那个什么 咱们现在动不动 那个饭馆 那个蜇螺下来 鱼香肉丝 配公巴鸡丁 你再来四季丸子 那四季丸子就串味 对 它那个味 气味就不好了 过去 大煮干丝配水煮肉 哎呀 对 瞪眼肉啊 就这一大锅 这所有蜇螺哥里都孤独着 然后就比如说 一个大子一块 你挑一块 它边上跟人看 你得看着 是吧 您这一块的下去 您扎上公巴鸡丁 那葱丁 你也算一块 您挑一四季丸子 你也算一块 那对 鸡树吃 这都是穷的 不能再穷了 又想解馋 邓眼肉 共和锅 来吧杨老师 共和锅啥啥 共和锅啊 就是那井子格 那叫 这为什么叫共和啊 大家吃一口锅嘛 共制 就叫共和 然后就 那个不是辣锅 就其实也是涮肉 不是麻辣烫 没有辣口 那时候没有辣口 北京人真是不怎么 不吃辣的 对 北京干 对 北京干吃辣的上火 这都能买上 我们俩最神的是喝啤酒 最精尿一堆菜单子 我说杨老师 我点这个 杨老师 你看我下的就是这个 第二杯 杨老师点这个 你看我下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都是文史的嘛 这是古人 不点别的 这个跟那个五天克斯似的 你知道吗 合体完了以后 俩人生 就是一边一个嘛 就是这样吃 左右生的 对啊 立体上 立体上 我的天哪 这供合锅有一个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吃供合锅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别松筷子 它上面是一个格 它底下是通的 就是您说 您这二短羊肉片 您刮啦储进去了 这边是吧 从底下 就留在人家那里 把烟卷一点 酒一倒 一看您那羊肉片 剩半两了 就留出去了 中间筷子 加那块肉是生的 也不能松 那家那倒不至于 你那羊肉 你这变色就能吃嘛 明白了 这会不是剩饭 这是正经的好东西 这是好东西 这个为什么吃供合锅呢 就是张思熙先生 当年写的 都是独网的客人 就是他一个人 你去下饭馆 你又没那么多钱 叫一桌酒席 拼桌吃饭 就是这意思 就是拼桌吃饭 一个人的火锅嘛 拴羊肉是个高档菜 对 共和锅基本上 在北京到八十年代 可能还有 还有呢 还有 那后来为什么 这个东西就被取缔了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不卫生 对 听着也不太卫生 是吧 他不想说朋友 这等于口水肉了嘛 其实那个公块 不就解决了吗 不是啊 你这一锅里 每个人那筷子都下去拴 它起码得有五六个人吃吧 就是一人一个公块呗 他说那个对 能解决 技术上能解决 过去那个什么 我采访那秦号那老家人说 说刷碗 卖小吃的 还有刷碗的一刷 拿热水给你烫一下 那就是很好的交情了 其实你现在 如果到一些这个地方的大集上 你去看 到现在也是 这边是一大桶水 这边是一落碗 你要点这么东西 给你炒 炒完之后 这个碗直接在水里 就啪一涮 涮完之后 你东西忘了一道 拿走吃 那就够对的奇迹 对 你过去 你哪呢 那么方便的水源 也是 对吧 也是 那水扇给你送过去 三个 到底是不是拔的三 跟我刘粉说 就是还有这种 什么坑蒙拐骗的 太多了 干嘛的 都怎么骗你 我倒觉得 那是天桥的主旋律 那是 来来来 是吧 咱这说话 这话就得罪人了 就像这算命的 像咱们说 这个什么卖膏药的这些 金 金剪毛 对 算命的 皮 就卖野药 采不骗人 采是编戏法 话是 是打把是卖艺 对 标行什么的 你想说这个什么 卖个药糖啊 卖个大力丸啊 什么卖个膏药啊 这都还好 这都属于是怨打怨矮 对对对 对吧 就跟这个 大冰皇说 他卖这东西 什么都不管 这个切膏丸 是吧 人都卖大力丸 他卖切膏丸 吃了就管饱 什么都不管 切膏丸太好 我想知道 我有点饿了 说金里瓦 就跟切膏是一样的 不行 但是卖的贵 对 就是说 这都算是良心的 算能算命的 那就纯是骗人了 更别说是下套的 是是是 那我跟杨老 我们俩一行买了 再说那丰麻燕雀 那就没法穿了 丰麻燕雀 那就太脏了 您说这燕雀是什么东西 丰麻燕雀 什么意思 它四行 四行都是不同门户的 骗人技巧 您能详细讲讲吗 不敢讲 因为连阔如先生 当年都不敢讲 他写江湖丛弹 那是丰麻燕雀 不敢说 不能说 有东西说出来 就砸人饭了 今天晚上吃串羊肉 时候说 我不是那么清楚 我就是因为 它有些东西 它就是 那个社会特有的 明白了 就反大家下反诈APP 因为丰麻燕雀 都是大火 对 都是大火 大什么 大火 团体诈骗 就是有组织 有预谋的 一小村诈骗分子 比如冒充个当官的 行骗天下这屁 春节期间的 法制进行时 类似 明白了 天朝都有 天朝都有 小偷小摸 干嘛说 贼 那你说 一般老百姓 去天朝玩 也得有点胆 像我们这比较怂 关键是 您都是得 总共就揣五毛钱 没钱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这说才对了 我就那一个大嘴 我还吃了那个什么 那个肉 邓牙肉 我还吃那个邓牙肉 没钱把你拐走 把你卖了 天朝竟是这样的人 因为就没钱 我就是穷逛 我看什么 我可以不给钱 因为不是买票 对 料地哪买票 那么一说 就愣丑 对吧 就是我看完了 然后人过来打钱 我不给 对 反正你就听挤的呗 是听挤的 听挤的 我没钱 我还怕挤的 你说呗 这怎么着 是吧 新年新气 挺好 对吧 我没当大平王 所以过去 好多取一行 什么艺术当头 这都不是 最重要的技能 就是要钱 这叫溃储 能把钱要储 这叫溃储 这怎么样呢 那没钱 怎么样 这咱没掌握这技术 对不对 我要掌握这技术 我不是早火了吗 是啊 值得一学 值得一学 那咱是吧 你蹬蹬蹬 是吧 那那那 这也是天桥那小戏盆了 是吧 那比那料地高级多了 那是正经唱戏了 咱就这么说 天桥的艺人 大家听完之后都没法听 给钱包老太太 只要您再听 那是五分 头家包老太太 还要掉了 真的 你问了吗 你也不在乎 后前 后台多少 好几十人都指着 会储 这就是行话 江湖行话 你想想 咱们日山公园 刚上线那头两年 天天在节目里边说 让大家给我们打赏 那不就是溃储吗 那可不吗 你们那是没有技术的溃储 对 你们那储没溃下来 我们那时候唯一的收入 就是大家扫 为什么把我们打赏 我们溃下来了 我们后来溃 我还拿着钱 分了还信用卡 最低还我额呢 是吗 对对 快了快了 他过去的艺人 跑江湖地人 拜师 是为什么 一方面是说 你有个门户 大家回想有个照应 另一方面就是最主要的 就是师父怎么教你 把这个钱要下来 对 那还有一个 你必须拜师 是因为你不是有师门的 不让你干这个 你遭欺负 就是比如说评书的 说相声的 您这个小桌上 不是摆着 醒目扇子手绢吗 你有过来盘到 你外地来 来我们这来的 到天条来的 你什么门户 说不清楚 把你这道具收走 它是有行规的 明白 其实现在大家都觉得 这都是 为什么还要搞这一套 其实当年 你没这个 你干不了这活 它这个是一个行业保护 明白 就包括你说那像水塞什么 都是他们这 都是 哪一行 基本都是 一个地儿的 包括剃头的 对 都是一个地儿的 杨梅球的 这俩好像是一个地儿 对 剃头的跟杨梅球 都是一个地儿 他们怎么这么大产业 这两个行当都垄断了 200多个产业 没一挣钱 剃头跟杨梅球 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 那还能修脚玩呢 对 都是一个地儿的 它还是 剃头跟修脚 可不是一个地儿的人 同一把刀 同一个人 同一把刀 同一个师傅 同一个师傅 剃得好的 剃不好的 修脚 正经的 咱说的天桥 你还有 这比如大石烂 大石烂 这都开了 这个什么 广德 广和 中和 这些大戏园的 就都开了 唱戏 花点钱 那个就贵了 天桥小戏园的 您就是 所以说 对 所以说那些真的 绝儿都是在那唱 你看 他这有联系 早年 白牡丹 就是训卫生 训先生 当年就是 天桥唱火 然后 火了之后 就到这个 过了街了 就过了街了 就到这个 前门这边唱去了 人就 大戏园子了 演出 基本下午 到晚上 持续都有 会到多晚 掉地的就没有了 你看不见了 对 对吧 耍蛤蟆 你看不见 蛤蟆怎么办 蛤蟆也看不见 我真有点不知道 杨二伯 就是说 那些唱京剧的 比如在这种大戏楼里 他们一般会演到 什么时候就结束 这个 夜里有12点的时候 分戏 分园子 分事 对 因为这个戏 它本身都 特长 不是吗 它不会一天都演完 怎么叫一天都演完 就是这一部戏 一天 有时候唱不完 一本 一本戏 你看什么戏 对不对 有的戏 它就短 它编的 像索琳囊 它就编的 就是俩半 两个万小时的戏 那它就完事了 这一场 这一圆子就歇了 也有特别厂的 是吧 有 你像红宗列马 你看怎么唱了 对不对 从花园赠金 彩楼配 你可以不唱那段 我就唱武家坡这一折 对 折子戏 就是也有可能 一个戏唱好几天 是吧 那你唱一个月也行 那宫里头 我不是原来说 唱一百天 唱一百天要多少钱 一百天要多少钱 那您给三万块钱吧 多少钱 三万块钱 你们离选杂谈远点 咱们说到这了吗 还真别说 说相声的 没有办法 过去就是戏曲 白天晚上 还有评书 评书有 评书 是 咱们这个说到戏曲跟评书 过去还真是 在咱们说的这二十三年的时候 非常兴盛的时候 对 这个戏曲有三大贤 三大贤是这个 杨梅鱼 或者叫杨鱼梅 杨小楼 鱼书岩梅南方 这是他们在北京最火的时候 对 二十年代 到三十年代 虞书岩不唱了 身体不好不唱了 这个梅南方去上海了 然后杨小楼欠债了 最大的三个宗师 都是在二十年代 风华正棒 对 这么说感觉 穿越回一百年前 感觉还挺多娱乐 对 娱乐真的多 然后那时候还有 这个叫一谈三绝 古街大王刘宝全 这个书界大王双后平 灵界大王梅南方 你看这 都是在这个时代 是最红货 你看正好是 其实就是清朝完了 然后这一拨人 也要自己开始自谋生路了 出来找饭吃了 然后传统记忆还都在 然后社会相对来说 我们就相对 整个那个时代背景 还算稳定的 那十一二十年 而且那个时代 还是四通八达 各种文化汇催的时候 对 而且北京还是首都的时候 这个很关键 而且还是个商品经济 对 所以说就是 那个时候说看演出 那真是 每天想看 那得看不完的演出 天天音乐节 就每天有 然后每天是打牌 每天有 没休息日 杨仁博就像您那种票友 那就是孟茴那时候 那不没死了 那个时代是票友 很发热 对吧 太美了 看着余苏妍唱习 那什么劲头 那时候美党 成党 白牡丹 叫什么党来着 就就那个时候 这些戏曲大师 周围都一群的 这个爱好者 这个拥躬 那就不是普通的粉丝了 对不对 唯一粉 你像梅仙身边的 冯六爷 中国银行的总裁 对 有很多的粉丝 都是那种特别的 齐鲁山 齐二爷 是他细带子 那都了不得他人物 那时候相当于就是 Old Money还在 对 然后New Money 全都涌进来了 对 就是大家互相的攀比 然后学习 而且那时候 Old Money玩的是高级的 不像现在 大家可能会觉得 您老派了 您过时了 是吧 现在更带快 那个时候相对来说 更替也稳定 你说那个New Money 这个时候是在那 官员四街 那几条胡同里头 这个是从1912年开始 逐渐就 把那块给带起来的 原来那块是不行的 原来那块 什么清饮小班 二等茶室 都不太行 那时候 前清的时候 玩的是相公囊子 有大量的南方议员 进到北京 就把那几条胡同 就给哄起来了 您指的是那八大胡同 什么百顺 什么韩家台 什么这个 陕西县 腌制糊涂 铁朱鞋鞋 你看他比我熟 就这段熟 还有那个时代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 就是特别刚开始 开风气了 开化了 男女坐在一起看戏了 很多娱乐场所 是男女都有了 这一下就这个娱乐业 是非常非常火爆 像这个当时的 湖广会馆的戏楼 男女可以一起观众 就能一块进了 以前是不行 对啊 以前女的不行 女的不能进戏院 女的不能进 包括后来 注入口还有 就再往后说 什么开明电影院 对对对 这为什么叫开明啊 就都能进了嘛 因为他开明 对 然后在包括这个时候 好多西餐 开始有了 原来北京 什么谐英 六国饭店 这个北京饭店 这些西餐馆也开了 包括二庙堂 二庙堂应该二十年代有了 有了 就是前门大人烂里的 二庙堂 专门做西式甜品的 喝气水 吃西式甜品 包括刚才刘索说 那个承担游泳园园 新世界 这都有这些 动物园里头 北京动物园里头 这西餐馆啊 什么的 这个我觉得二十年代 二三十年代吧 应该是北京 特别辉煌的一个年代 有点繁荣乘的意思 后来就不行了 后来抗日战争一开始 那就凋敝了 就不行 战争 其实听起来 我觉得那个时候北京 咱们刚刚讲到某些桥段 比如讲新世界什么 就觉得北京像一个拉斯维加斯 现在整体看来 整个北京真的就像一个拉斯维加斯 他是一个 共很多 其实有钱人 有势力的人 在这边 娱乐 特别开心 吹祸 吹祸的 那么一个状态 但是因为对于不能老百姓来说 他们肯定玩不起 看不起这种 他们有天桥啊 但是他们有钱挣啊 对 他们能挣到钱 对 能挣到钱 而且那个林玉堂先生不就说吗 说北京的服务业是最便宜 又性价比最高的 北京还有这时候呢 就是二三十年代 你看看 真的差太 完全不一样 最贵 服务业最差的地方 因为他过去是这样 过去的这个物价高的地方一定是工业特发达的 嗯 但北京没什么工业 嗯 北京有工业估计也是三四十年代 嗯 才逐渐有的 而且规模很小 嗯 但是呢 他又要又是几百年的帝都 他原来给服务官员的这些人还都在这 嗯 所以他服务好 对 规矩多 规矩多 然后呢 他们不是工商业城市 所以他价格低 那个年代就二三十年代 北京的物价 就是人均工资 大概 还是产业工人 大概是一百零几 一年 一百零几块 嗯 天津一百七十多 上海是二百二 这个东北是四百多 哇 那你看他都是越到这个工业发达的地方 嗯 就是他的物价 是个低收入低物价的城市 那个年代就一定你得有工业 重工业 这个才是挣钱的 哎呀 所以其实为什么后来好多人写到那段时间 北京用那四个字 我特写叫精华烟云 那 很短暂的时间 因为就是到了 说清查完了 民国开始 然后他是首都 那到二十年代 到二十年代后期迁都了 嗯 你迁都 他那个就完全又变化了 他高阶层的消费的人就少了 对 为什么那个堂字号纷纷就倒闭了呢 那这么一说那时间也太短了 没多少年 一几年到二几年 就是北洋政府 就十来年 二十年 前前后后满打满算 二十年 你家是1900年之后也行 三十年吧 完了到三七年以后 日本人一来是北京最惨最惨的时候了 是 卢国桥 对 那个你这一下就凋毙了嘛 天桥基本上就什么都不剩了 天桥这种穷苦人呆的地儿 都什么都不剩了 那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了 饭不忍赌了 咱们聊聊晚上 其实就吃完饭散了戏 散了戏 像刚才杨篮说的 把上馄饨摊 对 吃碗馄饨 对对对 找个爆肚链 吃个爆肚 都好消化的东西 没钱呢 就跟屋里坐着 大半夜吃爆肚 吃炉煮 哎 鼎不鼎啊 我听不是说之前那些卷唱完戏 晚上下来不是去吃 对 吃烤肉什么的 不是吃烤肉 吃烤肉是刘宝全 那下午在天桥 下午吃 那个因为大谷这东西 他基本没有晚上的 唱戏的晚上 唱戏的晚上 他必须得吃饱吹饿唱 对吧 所以他都是散戏 大馆子没有了 下边来 都是夜宵 夜宵 你像吃个馄饨 就那一扣扣的馅 吃的主要都是冬菜紫菜 虾米皮 这片汤似的东西 然后这个 炉煮不是唱戏的吃的 炉煮是这个 劳动人民 拉洋车的什么的 这个吃 我新学乐词 劳动人民 你看 这老人民吃炉煮 那还行 这东西还挺带劲的 它扛时候啊 有肉啊 演艺人员吃馄饨 吃馄饨 那像那煤馅 那吃那就更好了 是吧 吃什么呀 自己家厨给做了 那就 对吧 其实冬天 日常的老百姓 还有一个乐 就是半空 花生 对 就在家里头等 这个 这个吆喝的 他就晚上出来吆喝 还有一个东西啊 也是晚上吆喝的 这天的 熏鱼 对 这都是 这都是什么 这又是什么呀 这都是什么呀 先说这半空 半空 他这要喝是怎么要喝呢 就是半空 多改 看 风起 节奏感 节奏感 CP啊 你们俩 就是 花生 这咱现在是带壳的 五香花生 为什么叫半空呢 因为就一半是空的 不是那么饱满 他没有那么转基因 都不饱满 就是 很少的钱 买一大捧 这你也不出去消费去 对吧 你也不出去喝去 不出去吃去 不出去耍去 弄口热水 一家老小 炕头一坐 包花生 就只有冬天才有 夏天花生没下来呢 鲜鱼 鲜鱼不是鱼 是猪头肉 拿一个红的箱子 夸着 卖猪头肉 主要不为卖肉 是吧 是处理那个事的 哪个事啊 我记得好像是 是是 打哪就这个棋 到宅门 给女眷处理那个事的 未婚先孕 就是他会有一些 这个 没事 咱可以 能说 其实就是未婚先孕 处理这孩子的 对 他们是来帮着你 做这个 所谓什么打胎银产 还是说直接就把孩子 拿走的 把孩子拿走 不管最后 活还是死孩子 就下来的孩子 他们就给拿走 对对对 所以打的是这个 熏鱼 熏鱼 其实是干这个的 其实来干这个 为什么 他那个卖猪头肉 拿那么醒目的一个东西 这都是晚上出来的 那肯定得晚上出来 老副同志说 也有晚上 这个白天不睡觉 晚上露蒸笼 那时候晚上还有打羹的吗 羹还是打鲸 打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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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当奋勇 老来两二龙 这个东西 二几年好像就没有了 那就是警察了 因为他没有那么严格的宵禁 对啊 这京夫一个是暴点 他一个还在巡逻 对 就不让出门了 是吗 就是有 为什么你看你出来 你也去不了哪 为什么大是烂 大炸了 对 那条街宽随 那炸了大 北京三步一个锥子 五步一个炸了 他都给你拦着了 其实等于说是在内之前 这么多年 中国古代 就历朝历代 老百姓天黑之后 是不许上街的 是吧 不光是老百姓 好多人他也不上街 不让上街的 就宵禁制度 是吧 原来我 我审过一稿 一个美食节目 一看就是当代人编的故事 说这个刘备 刘关张三人 这个晚上办完工之后 出来在某一个小摊 吃了几碗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我说那宵禁制度 他怎么出来 咱不说刘关张 怎么能出来 白小摊的怎么出来 张飞叫他出来 那是拎出来的 吃完了之后 这个就心情大好 龙心大悦 然后就从此就成名了 动不动就是个 两千多年的名小吃 这事 戈北京是乾隆干的 也有别人 也有康熙的 也有慈禧的 慈禧的 专张也有一些 光绪还有一条龙的 晚上出来像郑德 看不清楚是吧 你乐了 我就想起凤景了 李凤景嘛 对不对 聊不掉 插一朵海棠花 晚上咱们就几条胡同 走动走动 一朵梨花 海棠 就是说有宵禁制度 但是基本上就从1900年之后 解禁了 没有了 清朝就解禁了 对 在清末新正 清末新正 你开始逐渐文明开化 促进工商业 你晚上你鼓励业生活 这么一说那种一说 老百姓晚上能出来 逛那间的都是 你为什么过去元宵节 那么兴奋 一年就这一回 你晚上能出来 你现在你过 什么看不看灯 什么看灯不重要 这为了看人 关键你晚上你没见过人 晚上你出不来 你没有那么大型的 游园集会什么的 等于那时候就晚上 也能出来了 可以营业 可以消费 对 你起码能出来赚了吧 对吧 1900年之后 逐渐就准演夜戏 晚上就开始北京有这种 戏曲演出 还有一个就是评书 评书叫 这叫听灯碗 点灯的在茶馆里头的 这个我就记得 金正顺先生说 说那个晚上 他从德尔门内 德胜桥 这个沙海 那是西边吗 做那个冰床 就是木筏似的东西 底下戈铁皮 然后呢 人拉着 做这个冰床 就滑 溜着边 就冰车似的 大冰车 大冰车 我小时候都做过 然后 他就交通工具 然后 飞驰 什么工具 交通工具 不是玩的 不是玩的 谁小时候没做那种 交通工具 你看这个 孙悟空 学艺都是做那种 大木筏 底下是那个 是那个铁皮 然后华士兵 就坐着冰床 去这个西海那边 听评书 刚才不是说了 这个 有一谈三绝 有书界大王 双后平 是当时说评书 最有名的 在西海 他不一定 他那个书馆 俩月一转 怎么叫俩月一转 我这个评书 我这 这一部书 我就说俩月 甭管我从哪说到哪 说得完 说不完 然后呢 我就能给他结尾 就说俩月 然后俩月之后换地方 因为这伙子 叔叔先生 这茶馆也抢 对 您就最后就约定好了 说比如杨阳老师 您就在这说俩月 俩月结束了 我就去接去了 上我那了 还是拉斐加斯嘛 驻场 驻场 带流量 他那个 他是名演员嘛 等于是 其实应该那挣不少 大家这么抢手 那你说的好 你什么净阶王那样的 那当然了 是吧 为什么叫净阶王 那时候在广播电台 一说收音机一开 都是买卖间 为招顾客 买一收音机 一听是他在那说 街上没人了 马上都到这买卖间 我看看这衣服 主要是听评书 所以叫净阶王嘛 有的不一定姓王 叫净阶王 就是说这个王 就不是姓王那王了 是这个王者 王者 真好 哎呦 这个一听完 这讲的一天啊 这一百年前 这北京人 这一天到晚 到晚上吃喝玩乐 这一整天 感觉过得挺好 吃喝玩乐 比我们现在强 我们这苦哈哈的工作 上班录音什么的 对 人家也老北京 你们也老北京 差距就是大 太大了 那咱 带小伙子老师吃饭去吧 行 行 我觉得这行 这次我们给你作证 怎么 有失为证 可失了 一手的汗 吃什么 干嘛你们 摔羊肉 记住 大家都替小老师吃 摔羊肉 记住了 摔羊肉 我们就跟羊老师蹦迪去 我们看大蓝马 行走的荷尔蒙 然后就去您那个场子 摇滚场子 看看这 找梅儿去 上死部找二哥喝酒去 咱走吧 这么说也行 咱也不冤 行 那咱们这个兔年 第一期开箱节目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再次给大家拜年 给大家拜年 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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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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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